在我五岁时孤儿院发生了大火 我的七个姐姐本来可以逃跑 但姐姐们为了救我最终都被困进了火海 七个姐姐并不厚 因为她们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嫁给我 用生命来守护我 眼看大火将要昆视重人 火海中出现一位骑着沙雕的老者 我瞬间亚麻带住了 以为出现了幻觉 我能救你的姐姐们出去 前提是你得拜我为师 这句话就像是救命到头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老者带着我离开福利院来到一处孤岛 在这里叫我医属 武功 灵法 甚至还有一门无名神功 这一代就是十年 本以为神功大成可以回去找姐姐们 谁知老道又把我送往边境战场 这一代又是五年 五年戎马 浴血厮杀 这期间名为藏爱的组织强势崛起 从此龙国无人敢犯 而他们的王 早已悄然回到了儿时的记忆之地 从福利院现任院长那得知 老院长吴文德早已退休 姐姐们也没消息 想要找到姐姐只能先去问问吴爷爷是否知情 就是这里了 不知道院长爷爷过得好吗 老东西 赶紧给我钱 我知道那几个女人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你 钱呢 连老人的钱都强 你还是个人吗 这就是吴爷爷 没想到十五年没见这般苍老了 你是谁 这是我家事 与你何干 家事 小伙子 他确实不是劫匪 他叫王刚 是我收养的孩子 王刚 那不是当初在福利院里面整天欺负我 却一直被姐姐们吊打的孩子吗 他怎么被吴爷爷领养了 王八蛋 知道了这是我的家事 你还不赶紧滚 还有你个老东西 给不了我最好的 收养我干嘛 我看你也活不了几年了 将来还得靠我送中 这些钱你不给我给谁 没脑子的老不死的 王刚越说越过分 吴文德苍脉的身躯剧烈颤抖 默默承受着王刚的谩骂 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这么对待收养你的人 真是畜生不如 你特么大 我王刚再怎么不笑 也是我的家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王八蛋来多管闲事 轮不到我管 你再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是谁 韩贝塔的话让王刚瞬间呆滞 视线定格在他脸上 不 很惊讶是吗 你小时候你就经常欺负我 这些事你都忘了吗 是他 果然是他 那场大火 为什么没有把你烧死 我努力活成你的样子来讨好那几个女人 可他们说只有你才是他们的弟弟 根本不认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你 只见王刚越说越激动 突然抽出一根钢管 嘶吼着砸向韩贝塔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刘吉松幻影般的一脚 孩子 你 你真的是贝塔 是我 吴爷爷 我回来了 活着就好 我还以为自己当初害死了你 我对不起你啊 吴爷爷 15年前到底有什么隐情 如果您真的对我有所愧疚 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因为那场大火 我与七个姐姐分离了整整15年 吴文德本想要避开这个话题 可是看见贝塔认真的表情 知道瞒不过去吧 当初卓越地产想低价收购福利院 我不肯 他们放下喊话离开第二天救起了大火 我怀疑那场大火就是他们的报复 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 害我背井离乡15年 害我险些失去七个姐姐 卓越地产是吧 我记住了 吴爷爷 求求你给我20万吧 我欠了赌场的钱 如果还不上他们要赶了我 你这个不孝子 还敢去赌场 正在这时 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亮丽的身影才踏入院门 看过去的第一眼 韩贝塔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是他15年没见的大姐叶青城 大姐 跟一场激动的韩贝塔不同 叶青城的反应却平淡冷漠 嗯 你回来了 随后叶青城就朝着吴文德走去 机里咕噜聊了一会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听到大姐说话的勇气 韩贝塔愣住了 大姐的反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 也没有问他是怎么从那场大火中活下来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固友互相问好 仅此而已 15年过去 终究还是疏远了吗 吴文德没有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气氛 笑呵呵地拉着两人落座叙述加长 期间叶青城 也没有主动询问过贝塔任何关于他的事情 贝塔心中的酸涩感越发浓郁 吴爷爷 我要回青城集团了 下次再来看望您 忙你的事业要紧 我这边一切都好 知道了吴爷爷 贝塔你跟我来 我有些话要对你说 韩贝塔刚跟着走出院外 瞬间就感觉到了一股寒意起来 正是来自大姐叶青城 大姐这是怎么了 就算15年没见生疏了 也不至于对我这么冷漠吧 说吧 你接近吴爷爷 冒充我死去15年的弟弟 究竟有什么目的 目的 姐 你在说什么呀 还装 这些年冒充我弟弟的没有10个也有8个了 说吧 要多少钱 这是韩贝塔才明白 大姐是把自己当成冒牌货 这15年肯定有不少人冒充我来接近姐姐们 为了我 姐姐们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有外人在我也不好 把我是贝塔的证据量出来 等没人的时候再给大姐看吧 那先送我一程吧 我跟你顺路 上车 一路无话 车子大概行驶了20分钟 叶青城突然发现了问题 这不是去青城集团的方向 司机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依旧飞速行驶 最终车子在一处空旷地停了下来 叶总裁 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希望你能理解我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让叶总裁配合我拍几张照片 只要你配合的好 我肯定不会伤害你 说着和顺飞速下车锁死车门 并且拿出了一个相机 以及一把锋利的刀子 叶总裁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做 还有那个小子 今天算你走运 这位美女总裁不知道有多少人幻想过来 你算是有眼福了 显而易见 他准备用照相机拍下叶青城不可描述的画面 我想知道 究竟是你跟丽人集团有勾结 还是刘志峰跟他们有勾结 丽人集团和青城集团一样 都是主打护肤品市场 两方一直存在明争暗斗 近期 青城集团准备上市 如果这时候爆出叶青城的丑照 无疑会对青城集团造成致命打击 而叶青城口中提到的刘志峰 则是青城集团的人事部经理 这个新司机就是他招进来的 都说叶总裁兵许通明 胆识过人 今天我算是亲眼见证的 叶董裁 我这个人向来连相惜欲 尤其是对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女神 更是不忍心亵渎 所以你还是自己拖吧 如果非要逼我动手 就不只是拍照那么简单了 敢在我的面前欺负我姐姐 你是想体验一下炼狱的滋味吗 你是什么时候到我身后呢 征战沙场五年 贝塔识人无数 刚一见到这个司机的时候 从他闪烁的眼神中就看出了问题 所以才会要求大姐在他一程 小子 别这么不知好歹 免费让你看戏还不满足 还想再来点姐弟剧情吗 伴随着一声清脆烈响 和顺的腕骨瞬间粉碎 和顺顾不了那么多 扔掉相机夺路狂奔 还想跑 这个年轻人在帮我 他们难道不是一伙的 我的姐姐连我都舍不得欺负 你算个什么东西 龙有逆灵 处之必死 韩贝塔的逆灵 就是他的七个姐姐 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 就必须承受来自藏爱家族的怒火 你究竟是谁 出乎意料的是 韩贝塔突然转身 竟将自己的裤子剪了下来 姐姐你看 叮叮叮 臭妖脸 小备台 真的是你啊 嗯 原来韩贝塔的大腿外侧有一个胎记 所以叶青城一眼认出 这就是他阔别十五年的弟弟 小备塔 你这些年都去哪里了呀 当初我被一个道士带走 跟着他修炼十年 然后又去赛外 开了五年坦克 你在这跟姐姐讲仙侠故事呢 唉 算了 只要你平安回来就行 这时 一个身材窑窍的女人走了过来 她就是叶青城的秘书顾安琪 两人私底下也是好闺蜜 叶总 公司都在传递带回来了一个小白脸 是不是真的 安琪别瞎说 他是我的弟弟 弟弟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蒙骗叶总 如果影响了公司上市 我顾安琪一定不会放过你 安琪 你过分了 就在此时一个男子怒气冲冲走了进来 青城 听说你带回来了一个小白脸 是不是真的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我就是你嘴里的那个小白脸 韩贝塔 你胡说八道什么 叶总跟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有些事是瞒不住的 我跟青城姐一块进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看见了 韩贝塔你还瞎说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确实不知 小子听好了 我是徐家大少徐凯 我们徐家是青城集团最大的徐道商 一旦我关闭供货渠道 青城集团就得破产 莫说江城 就算是京城豪门 都不敢在我面前 这般放肆 你去去徐家 何敢 韩贝塔你疯了 立刻马上跪下给徐少爷道歉 不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你 你敢打我 青城 这个疯小子是你什么人 贝塔是我什么人 貌似跟你徐大少爷没有任何关系吧 叶青城你别忘了 青城集团能有今天是我徐家的功劳 你是想逼我断绝合作吗 随便你吧 小贝塔 咱们走 大姐 求你再给我二十万吧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你个烂毒鬼 不管给你多少都输的精光 滚 看见你我就恶心 你们给我等着 姐 对不起 回来第一天就这么不省心 小贝塔 你说什么呢 这又不是你的错 我早就受够了徐凯的纠缠 只是碍于对方的渠道商身份 才没有撕破脸皮 对了姐 明天你们公司有一场新品发布会是吗 是的 我现在有点担心 总觉得徐凯和丽人集团不会善罢甘休 算了不说这些 小贝塔在客厅看会电视 姐姐给你做饭去 王 有何吩咐 第一 帮我入侵一个私人网络 我要他电脑里的所有文件和照片 第二 联络江城王 明天我姐的公司在江城 有一场新品发布会 我希望他能做出点表率 不要搞出篓子 第三 怎么了姐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不知道 从早上开始我的右眼皮就一直跳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没事的 有我在呢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会帮你顶着 坏小子 你就会安慰我 十点整 发布会准时召开 叶青城有条不紊的介绍着新产品 发布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就在这时 有消息称 叶总裁包养小白脸载车上行龌龊之事 只因司机劝说了几句就遭受殴打 请问消息是否属实 这个问题与今天的发布会内容无关 我拒绝回答 怎么会无关呢 我就是被打的司机 这是医院给我下的诊断 我只是劝说几句 就被打成了猪头 叶总裁 我觉得你有必要解释一下 叶青城昨天光顾着查看弟弟的胎记 没有留下司机作恶的证据 一时也不知怎么辩解 可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会议是再次有人走了进来 像叶青城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 不配跟我们学家合作 我宣布 从今往后断绝一切 跟青城集团的合作 我叫王刚 跟叶青城一样 在阳光福利院长大 他从小就喜欢霸凌其他孩子 其中包括我在内 最近老院长病重 需要一大笔钱治病 我无数次跪着求他借钱 可是叶青城不仅不借 还骂我恶心 让我滚 王刚控诉完后 整个会议厅笼罩在一股压抑的氛围之中 这种压抑 是怒火爆发前的征兆 叶青城 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女人 根本不配活着 赶紧去死吧 作为女人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做过 叶青城 你隐藏的可真够深啊 我顾安琪跟你做了这么久的姐妹 居然都没有看穿你的为人 跟你故事 我觉得丢人 安琪 连你也 分别十五年后 我和大姐总算相认 想不到她却被闺蜜无邪 气得昏死了过去 敢欺负我姐 你们今天 一个也别想逃脱责任 就是她 她就是叶青城包养的小白脸 你们都看到了 这个小白脸多嚣张啊 我要她牢底坐穿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打开投影仪 播放我优盘里面的文件 李总 我已经到了叶青城身边当自己 用不了多久 就能拍下她的艳照 干得不错 最好是在青城集团上市前 把照片公布出去 我要让青城集团变成一个笑话 我听出来了 音频里面的李总 就是丽人集团的老板李高飞 没想到为了打压对手 居然采取这么肮脏的手段 怎么会这样 这段音频是她自己偷偷录制的 目的是为了防止李高飞赖账 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韩贝塔手上 刚才那些 只能说明和顺他们卑鄙 但是掩盖不了叶青城包养小白脸 以及忘恩负义的事实 徐少说得对 司机和顺不是什么好东西 叶青城也一样 你从一开始就争锋相对的欺负我姐姐 再多说一句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包你的狗头 你刚才说 青城姐小时候霸凌过你 你刚才说 你向青城姐借钱 是为了给乌爷爷治病 你刚才说 青城姐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此时的韩贝塔气势如虹 犹如人间魔神 王刚身体哆嗦着 已经能够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寒意 我 我承认 是我冤枉了叶青 慢着 你除了恐吓人 还会什么 傻狗 一而再 再而三的打岔 不打理你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呀 敢打徐少 你完了 叶青城也完了 狗东西 我要你死 我要你们全部死在这里 给你时间打电话 叫人 有多少叫多少 我等着你弄死我 小贝塔你疯了 姐 叶青城痛心疾首 如果不是迫于无奈 他又怎么舍得打韩贝塔 也是为了贝塔好 他不想让他继续把事情闹大 就在这时 一群雕形大汉冲进会议室 看到为首之人 徐凯一阵激动 徐国斌 你儿子被人打了 还不快点替你儿子报仇 我的宝贝儿子 这是谁干的 立刻滚到老子面前谢罪 是我打的 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一个女人打的 不是他 是他后面那个小白脸打的 阮犯王 你刚才不是挺横的吗 怎么现在怂成了这个狗样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吗 顾安琪你闭嘴 叶青城 我已经不是青城集团的职工了 你没资格命令我 你 姐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可以应付的 你徐家的那条傻狗 是我打的 有什么问题吗 小混蛋你够重 给我弄死他 你们你们这群贩统 我承认你很能打 但是你在能打 也终究只是一个人 难道还能跟我整个徐家 做对不成 孙家家主道 孙天磊 你来干什么 孙家和徐家一样 都是江城顶级豪门 两家的实力相差无几 孙家孙天磊 奉南疆王之命 魏京城集团送上 十亿订单合同一份 差那间 所有人的瞳孔 爆发剧烈地震 南疆王 十亿订单合同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 又有一位老者 步入会议厅 唐家唐明远 奉南疆王之命 魏京城集团 送上十亿订单合同一份 又是一个江城豪门 又是十亿订单合同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又是几人走了进来 全部都是想赫江城的 风云人物 南疆王雷涝 魏京城集团 送上五十亿订单合同一份 五十亿 竟然是五十亿 而且是南疆王亲制 魏这么一个小公司 砸下这么多钱 南疆王 你疯了呢 还有你们 全都疯了吗 徐国兵 我有话对你说 这位韩先生 可是那位神一样的存在 我这个混账儿子 竟然招惹了那位大神 看我不打死他 南 南疆王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 叶总裁不必多问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 你尽管收下便是 南疆王说完 目光无意间看向了某处 这个细微的举动 被叶青城捕捉到了 是小贝塔 南疆王一定是因为 小贝塔 才送来这么大的一笔订单 难怪刚一直一副 有吃无孔的样子 可我刚才还打了他 我可以说话了吗 刚才诬陷我大姐的 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 对不起 舍管教不严 以后徐家为青城集团 马首是瞻 再也不敢造次 顾安琪 今天你不分清红皂白 站在我的对立面 羞辱谩骂我 更是在我被千夫所指时 背叛我 从今天起 咱们姐妹情意断绝 殿下 今天的安排可还满意 不错 排场够大 值得鼓励 殿下 那立人集团 没必要存在了 我马上就通知那些家族掌权人 全面封杀立人集团 有心了 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回殿下 十五年前阳光福利院的火灾 确实与卓越地产有关 背后老板是南疆陈平 八月十五正号是陈家老爷子打授 江北陈家吗 似乎你江南王首伸不到江北 这是你就不要插手了 到时候我亲自给陈家送一份大礼 希望陈家喜欢 爸爸 我同意嫁去陈家 即使陈子昂是个废人我也嫁 叶青城和韩贝塔 你们两个贱人给我等着 就算守火寡 我也要嫁入北江豪门陈家 到时候要你们好看 小贝塔 姐姐对不起你 亲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那你要人家怎么样吗 我受伤的心就像是一个捏扁的瓶子 你以为说一句对不起 它就能复原吗 瓶子扁了 吹起来不就 嗯 吹 好你个小坏蛋 连姐都敢捉弄 今天南疆王和几大家族 送来亿万订单 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是 因为我是障碍神君 南疆王他也怕我 小贝塔呀 我发现你变了 变得油腔滑掉了 你之前不还说自己在山上修了十五年的仙吗 啊 这就说来话长了 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是未解好 跟我走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不 姐 你弟弟我天真无邪 你怎么能带我来这种地方 想啥呢你 这是你三姐开的酒吧 哦 你不是说要给你三姐一个惊喜吗 等会我们这样 叶青城在含贝塔尔的边上诉说着一个计划 大姐你来了 今天的新品发布会怎么样 还有这位是 她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姐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不觉得 她很像一个人吗 我知道你很想念小贝塔 我也一样 可是你不能仅仅因为她长得像 就随便把自己交出去啊 我跟你商量件事 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许诺说 长大了要嫁给同一个男人 我已经决定了 要嫁给他 所以这次过来 是想把你也介绍给他 大姐 你没发烧吧 我已经问过我男朋友了 她说不介意 跟我们七姐妹生活在一起 这不是废话吗 我们七姐妹这么优秀 她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介意吗 难道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降低 柳燕儿觉得大姐已经疯了 既然跟她讲不通 那就只有找她那位男朋友 你就是青城的三妹吧 既然青城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我就不赘述了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局 什么人呢这是 柳燕儿气得咬牙切齿 这货典型就是得了便宜还卖怪 我觉得我们可以到楼上单独聊一聊 单独聊聊 进展这么快的吗 你配不上我姐 离开她 这五万你拿走 我们可是日日夜夜都在阴阴艳艳 以长不短的小夫妻 那你想怎样 和我也以长不短一番吗 也不是不行 但是得加钱 这是十万 叶青城随便掏点零头都不止这点 五十万 这是我的底线 好 成交 果然够下贱 拿上你的钱离开我姐 我改主意了 不仅要一百万 还要你 混蛋 敢调戏到老娘头上来了 去死吧 卧槽 这地方要是被你打坏了 一会儿我怎么和你取上不短 下流的色胚竟然能躲开我这必杀一击 你不是普通人 我是你的男人 气死我了 小子拿命来 三姐说我神通吧 是我呀 我是贝塔弟弟 我回来了 你是贝塔 你们两个不要闹了 三妹 她真的是贝塔 我已经验证过了 你小时候不是嚷嚷着要嫁给我 然后生一堆孩子吗 现在怎么不乐意了 你个臭小子 坏死了你 连你三姐我都敢调戏了 对了三妹 你是不是又忘了什么 完了完了 快赶不上了 你们两个快和我一起走 怎么了 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烟柳书院的赏话机会 而且这次可是障碍大师的真迹 你们两个去吧 刚接了几十亿的订单 我可要好好负责一下 障碍大师的真迹 我倒要看看是谁居然敢以障碍为名 这里就是杨柳书院 马上就能见到障碍大师的真迹了 这不是酒吧的刘小姐吗 我觉得这种高雅的地方可不适合你 可不是吗 今天陆老展示的画作可是障碍大师的真迹 这种人看障碍大师的真迹 简直是在侮辱障碍大师 看话就看话 别把自己整得有多清高 其实私底下一个比一个脏 卧槽 这是哪蹦出来的跳梁小丑也敢在我面前全废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人间蒸发 都闭嘴 谁要是在嘲就请出去吧 这障碍大师所画的真迹也别看了 弟弟给姐个面子 你可不要闹事啊 这一次激活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好 既然姐姐有兴趣 那我就陪姐姐一起看看吧 开酒吧的垃圾女人 领着个小白脸来欣赏画作 真是可笑 待会看怎么打她脸 咱们也走 来 这就是老头子我中金买下的藏碍大师真迹 虎娜丽莎 当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确实是藏碍大师的真迹 尤其是这么神秘的烟红 更是点睛之笔 不错不错 老头子我也是这么觉得 尤其是这烟红还透着一股西瓜味的芳香 定然是上品的颜料 全场众人皆在称赞这副家作 唯有柳燕儿一人皱眉 不知在思索些什么 咋了 你皱眉干什么 我看是不懂欣赏名家大师的真迹吧 真是可悲 我倒是觉得这抹烟红是败笔 打破了画作原有的完美 我只是在好奇为何要加这抹烟红上去 你们不用这么看我 没人比我更了解藏碍大师 肯定是他不小心滴上去的 你一个烟花像柳之地的女子懂什么 不懂就不要乱说 我就说请他来完全救世 再败坏我们的雅兴 那要不要我再败坏一下你的俗性 我倒觉得姐姐说的是实话 既然如此 那今天就恕老头子 我招待不住了 刘小姐请回吧 不是 陆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愧是下贱的底层贱名 丝毫不懂欣赏 还敢惹怒陆朗 收拾好东西 准备滚出这座城吧 陆老您消消气 不如来看看我这真迹 东京名家顾凯之的名画 关公千里走单极 我的天哪 然有如此气势磅礴的名画 简直将官二由威武霸气的形象塑造的淋漓尽致 不愧是朱老吧 居然有此的名画 听位果然远超那下等的贱名 好啊好啊 历经上千年竟还能保存如此完整 你有心了 假的 兔崽子 你说什么 有种的再给我说一遍 你怕不是要把我笑死 知道这幅画有多值钱吗 买你十条贱命都够 假的假的 我一眼就认出它不是真话 如果你们两姐妹是来故意找茬的 那就请出去吧 以后我这里永远都不会再欢迎你们 不仅话是假的 上一幅画作的红点也确实是作者不小心弄上去的败笔 只是你们有眼无珠罢了 来人 把他给我往死里的 打我 你也配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令牌 是我有眼无珠 请您原谅我的愚昧和无知 不管你是不是藏爱大师 都不能如此污蔑我的话 说他是假的 他一定就是假的 哼 你这臭小子 别以为捡到了大师的令牌就能冒充大师 还污蔑我的画作 住嘴 有令牌者 便是藏爱大师 岂能容你诋毁 陆老看来你是人老了 脑子也一起不好使了 这么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会是藏爱大师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贝塔会是藏爱大师 但我深信小贝塔 其实上幅画上面的红点 就是我吃西瓜不小心掉的果汁 而这幅画 我的光宫千里走单起 你知道这幅画价值多少钱吗 你要是赔不出来 我让你不得好死 睁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 几千年前难道有二八大纲自行车吗 怎么会 我的三百万啊 朱老板你怎么了 急火攻心 血脉逆流 准备准备 今晚可以收尸了 急功耗利 心胸狭隘 若不是因为我弟弟的这幅画 你们又怎么配与我接触 我们走 藏爱大师您慢走 我亲自来开车送您吧 您慢点 我这老骨头跟不上 大姐你还没睡呢 小贝塔没回来 我又怎么会睡呢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嗨嗨 没事 我先去洗澡了 这三妹居然敢背着我偷吃 真是越来越把我这个大姐放在眼里了 三妹你先回房 小贝塔 自己乖乖把脸伸过来 别逼我动手 那好吧 贝塔 你二姐找到了 太好了 她在哪呢 你二姐现在是信任堂的医生 你明天悄悄去给她个惊喜 去吧 不过这回我可不希望 再看到有哪个不听话的妹妹偷吃贝塔弟弟 怎么会呢 大姐 你要相信我的人品 呵呵 林青坛 贝塔的二姐 身材容貌无可挑剔 性格也极其温柔善良 医术虽比不过贝塔 但也能算得上一流 这就是二姐吗 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温柔美丽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请问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美女医生你好 我有病 我有大病 什么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使出你的浑身解数来治愈我呀 对不起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 我一见到美女就浑身躁热难耐 心跳加速 尤其是见到你之后 这种感觉愈发强盛 先生 你这不叫病 你只是再单纯的敞我身子 我建议你回家冲个凉水澡 二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我都忍不下心来欺负你 你是贝塔 不 贝塔已经死了十五年了才对 真的是我 你好好看我 我就是你的小贝塔 姐 你看 小贝塔向二姐展示了大腿外侧的胎截 终于让林清潭相信了这就是阔别十五年的弟弟 回来就好 我的小贝塔还是好好的 你的贵来一定是上天给我的补偿吧 补偿什么补偿 没 没什么 你回来就好 跟姐姐好好聊聊你这些年的经历吧 绝对不能让小贝塔知道我得了癌症 陪我出去逛逛吧 等到晚上吧 我还要值班呢 而且最近我可能要升职哦 不能翘班的 还在值班吗 那边那个谁 你过来 你好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帮我解顶班几天 这一万归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我们要堂公认的妇科胜手 呵呵 这五万够不够 五万 我随手给富家太太来个私人诊断五万 给你个忠告 泡妞需要量力而行 一百万 不干我就找别人 我干 爸爸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爸爸 妈妈你放心的和爸爸去玩了吧 你有钱了 也不能这么花呀 钱对于我来说 只是个数字 二姐你的时间 才是更宝贵的东西 你呀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调皮 有嘴滑舌的 那二姐 要不要试一下 这不是林医生吗 怎么这么清闲 不会背开了吧 给你一百万 做我的第二十八位情人 请你尊重我的职业 我是医生 不是小三 管你是什么东西 要么跟我走 要么我今天打断他的腿 顺带毁了你这张脸 都出来吧 那爷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现在可是法制社会 对你们是 可对我不是 我想要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她 只要有钱 我就是天 出钱打听打听 我李哥在这一片的声望 让你当情人 那是看得上你 别特么不识 好歹 没想到江城居然还有你这种白类 我劝你慎重一下吧 就凭你也配英雄就美 给我打 老大 点子扎手 这个社会你能打有个屁用 要的是背景 要的是财力 这么说来 你很有背景了 建安集团去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李总的名头 我背后站着的可是南疆王 我至少有一百种方法搞死你 你完了 你竟然敢打我 信不信我让你不得好死 不只是你连你的家人 我也会一起玩死 你手底下的人很猖狂呀 尤其是建安集团的什么林总 给你十分钟 对不起 我现在立马过来 卧槽 那个声音好像是南疆王 骗人的吧 大名鼎鼎的南疆王 怎么会怕一个小屁孩 对不起大人 是我给您添麻烦了 卧槽 真的是南疆王 以后管好你手下的人 今天的事 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 自命 我向您保证 以后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来人 把这个蠢货给我带下去 真是没想到 十五年未见 小贝塔 你居然都成长到这种地步了 就算我飞得再高 我也永远是你的小贝塔 你呀 从小就这么有嘴滑舌 小的时候 还骗姐姐嫁给你呢 嘿嘿 我要是不有嘴滑舌一点 又怎么会有你这样温柔的姐姐 二妹你见到小弟了吗 我见到了 大姐我跟你说小弟 现在可有出息了 还有勇有萌 这些我都知道 现在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没有背着我偷吃贝塔弟弟吧 没 没有 怎么会呢 大姐你多想了 哎呀二姐 你都亲了我好几口了 回家之后再亲好不好 好啊你 二姐 你居然背着我偷吃 啊 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啊 三妹你放开 把电话还给我 说好的公平竞争呢 小贝塔千万别上了你二姐的当 快回三姐这里来 哎呦 大姐 我错了 看来又有不乖的妹妹 在偷吃了 不乖的孩子可是要受到惩罚的哦 你说啥 我听不清 我先挂了 回头再聊 好好好好 你还笑 化死了你 医生医生 快救救我的孩子 怎么了 让我看看 葛大西医院都跑遍了 都体检过了 就是查不出毛病 别慌 我可是同仁堂的妇科胜手 有我在肯定没问题 哪里 妇科胜手 医仙林清坛医生今天不在吗 嗯 你这是什么话 我的医术可比他高明多乐 有我在 保证要到病除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来 你身为家长带孩子 来这种不靠谱的封建迷信场所 医治有用吗 嘿 你谁啊 我们终于怎么就封建迷信了 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 二科专家 让开吧 你别耽误我医治 你讲不讲道理啊 闭嘴 医治的时候需要保持安静 要不是听说这孩子病得奇怪 又怎么配我们林专家亲自出手医治 哼 若非我专攻复科 又岂能轮到你来叫嚣 带我摇人一番 林清坛 有个孩子状况非常不好 还来个西医杂场次 我照不住了 什么 才出来这么一回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这就回去 贝塔咱们赶紧回信人堂 什么五十万 能不能求您宽容些日子 我这就去凑钱 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凶鬼 不行就去改个妖子卖了吧 住口 林神医 是您来了 这位女士快起来 这种无良医生不用求她 一瓶进口要五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 要只值几百块 但是我的出诊费岂不就是五十万 看不起别看啊 以群见名 身为医生毫无异得 还要坑骗这凄惨的母女 你还是人吗 是什么东西 也别来评价我 我和患者的试轮得到你来管吗 就凭我也是医生 这位女士 我可以治好你孩子 而且不收钱 兄弟 这说不通啊 事关我们信人堂的名誉 不能马虎啊 我相信我的弟弟 他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着 鬼门十三针 回扬救你 路门 妈妈 我感觉好舒服呀 你醒了孩子 医生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只是扎了几下就恢复了 这不科学 你们肯定是联手来骗我的吧 保安 立刻把这个骗子给我丢出去 不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我可是从美国回来的儿科专家 姐 我去接个电话 小病人麻烦你先照顾一下 去拔弟弟 这里有我呢 吴爷爷 小贝塔呀 你现在有没有空 福利院的刘沈有个女儿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我寻思着让你们见上一面 吴爷爷 你不会是介绍我相亲吧 我才二十岁 没有那么极大 你刘沈那女儿叫刘晓月 听说人长得可漂亮了 就算出不成 交个朋友也可以的 刘晓月 而且还是留学生 不会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刘晓月吧 他跟多名外国人激烈战斗的视频 我还保留了不少 喂 想要贝塔再听吗 好吧 吴爷爷 那就去见一面吧 为了满足好奇心 韩贝塔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相亲地点 离约定时间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特么的 不会是放我鸽子吧 就在韩贝塔失去耐心 准备起身走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 缓缓向他走来 果然是他 穿这么多 差点没认出来 美女 你迟到了 亲 直男 你孩子要化妆 迟到个把小时不是很正常吗 既然来都来了 也别说 我不给你机会 说说你的条件吧 什么条件 真笨 就是你的房子是多少平的 车子是什么价位的 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啊 我没有工资 但是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车子要多好有多好 你是富二代 不是 那你哪来的钱卖豪车豪宅 我只要说一句话 马上就会有人给我送过来 我看你是神经病 我妈这都介绍的什么人啊 分明就是个异想症患者 你问了我这么多个问题 现在换我来问你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也不知道 从哪跑来的神经病 真是浪费老娘的时间 算了 面也见过了 也算是没有辜负 无爷爷的一番好意 而且也满足了自己好奇心 韩贝塔走出酒吧 看见两个美女 正站在自己的 不加迪威龙面前 不断摆着pose自拍 一会嘟嘴卖萌 一会无辜装唇 美女 拍好了吗 拍没拍好 关你屁事啊 屌丝滚开 小帅哥 想搭讪就直接说嘛 虽然你穿得不咋地 但是模样还可以 过来问我要联系方式 说不定我一下子就答应你了呢 现在的女人 都这么喜欢以貌取人 小帅哥 这辆跑车是你的呀 哥哥 人家刚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不要生气了 人家陪你去都问好不好 他是我男朋友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烧货 干净滚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男朋友了 我们相过亲 不就是男女朋友了吗 而且还有可能结婚呢 是吗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没有看上我呀 怎么可能 人家刚才就是觉得妆好像花了 却补了个妆而已 我是非常满意你的条件的 我的条件你是满意了 可是你的条件我不满意呀 为什么 你特么都跟养鬼子玩烂了 还敢回来相亲 谁给你的脸回来 找老实人接盘呢 我就说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国际艺术大师啊 刚才还有脸骂咱们 他可比咱们玩得花花多了 国际艺术大师 刘晓月怎么可能还不明白 她在国外做的那些事 已经在龙国出名了 如今费尽周折 我已经和三位姐姐相认 大姐的虚伪规律不安齐 被我驱逐后 傍上了江北豪门陈家 而陈家就是当年放火 让我们被拆散的元凶 什么破报纸 居然说大姐当了大佬的情妇 才将公司做得如此之大 还说咱们的小贝塔 是被大姐包养的小白脸 还好他们俩不在 不然也要气死了 这将称小包是陈家的企业 会不会是之前 孤安情怀恨在心 太过分了 就算你陈家江北一家 独大又如何 小贝塔和大姐这口气 我咽不下 叶青城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我要让你身败名恋 多客们的给我砸 你们是不是没吃饭 来人是南疆王雷奥等人 他们为了寒贝塔 来到这里准备砸了这报社 南疆王 在北疆是我们陈家的地盘 你越界了 关起 你捏造我跟叶青城的是非 你知道不知道 惹到了什么样的存在 就算陈家也保不住你 小的门 把这一层也给我砸了 我看谁敢 陈家人听到风声 立马赶了报社 我的宝贝儿媳妇 你没受伤吧 公公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我刚接手江城小报不久 就被人砸了 好伤心呢 雷奥 你在南疆一岸称王称霸也就算了 谁特么给你的胆子把手伸到江北 怎么 我儿媳揭露了你跟叶青城的丑事 你心里不舒坦了 陈家怕是还不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一样的人物 韩贝塔是威震边疆的丧爱神军 而叶青城和他关系匪浅 陈家这样作为 虾场必很惨烈 你就是南疆王 阁下士 南疆王自己也是凭一身功夫在南疆城一方罢了 竟然从这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我叫陈安 陈平的弟弟 当年我意外坠崖 侥幸活了下来 还拜了一位师父 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修武者 在场各位都有一身功夫 但对于真正的修武者还是忌惮万分 修武者又怎么样 你就算是修武者 你陈家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全部等死吧 我看是你心死 当看清楚偷袭她的人的着装时 陈安面色陡然一沉 暗影阁的杀手 难道你就是他们刚才说的 不该招惹的人 来人并非障碍神君韩贝塔 而是她的三姐柳妍儿 韩贝塔的七个姐姐个个都深藏不露 三姐柳妍儿其实是暗影阁的冷面杀手 也是她动手让陈子昂成了太监 她身着夜行服戴着面具 没有人认出她的真实身份 顾安琪嫁给了一个太监 你在得意什么 陈子昂的事情在陈家是大吉 众人纷纷面露惊恐 半年前 子昂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你们全家都特么不是好东西 陈安 杀了她 快杀了她 我要把她的尸体送到子昂面前 让子昂尽情地凌辱她 冲袭 从陈安掌心喷射出来的 是一只五颜六色的蜈蚣 出气不意地在柳妍儿的手背上咬了一口 混蛋 竟然用毒虫 给我等着 她中了我的七彩无公毒 迟早会回来求我拿解药的 到时候就能让子昂只要任意凌辱她 小贝塔 你三姐去了江北替你跟大姐出气 我好担心她会出事 说大姐是情妇 我是小白脸 好的二姐 我都知道了 顾安琪这个死绿茶 我这就去找她算账 大姐还是我去吧 我会把燕儿姐平安带回来 顾安琪 陈家 你们欺人太甚 休怪我手下无情 中了陈安娜老贼的奸计 这七彩无公的毒实在厉害 柳燕儿从江北陈家全力逃脱后 已支撑不住倒下 此时一抹极快的黑影来到境前 来人正是韩贝塔 三姐 小贝塔你怎么来了 韩贝塔扶起柳燕儿 一探便知她中了剧毒 随即施展在老道那里学来的医术 为柳燕儿治疗 但为了解毒还必须要去陈家走一趟 祝老家主寿臣快乐 心浮永详 寿雨天奇 好好好 老夫大寿 甚是开心 今日定不醉不归 叔父好生厉害 那山手过不了多久 就要回来求饶了吧 那是自然 今日是我哥哥六世大寿 这就当作鹤里了 不好 闪开 话音未落 人家最大的红木棺材 同时而降 来者何人 陈家 我韩贝塔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今天是不是要对我的说法 人未知 声已达 只见韩贝塔悠悠然从天而降 落在众人面前 能够徒手将一口这么重的棺材 砸进地面 说明这个青年修为极高 这个刚过门的蠢儿媳妇 抹黑的竟是这样的爵士高手 您就是韩先生 或许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误会 抹黑我和大姐的时候不说误会 小辈受死 是不是你打伤我的女人 我的三姐是你能碰的 欺人太甚 你竟能巨蟹而鸡 你根本不是修武者 而是更高阶的修道者 本以为陈安修武者已是强劲 这少年竟是修道者 我也不是修道者 而是修道者 十五年前孤儿院那场大火 我就在其中 希望陈老先生给我个交代 那场大火确实是我放的 但我是受人指使的 求少侠放我一马 我只需要你告诉我幕后黑手是谁 指使我之人我也不知是谁 只知道是一名修武者 就算你不是主谋 火也是你所放 我今日费你一双腿不过分 这七彩蜈蚣粉确实是好东西 只用部分就可医治三姐了 小贝塔 你究竟是 柳燕儿本想要问韩贝塔 究竟如何得来这解药 但还是选择相信弟弟 三姐 我还需要最后施法针 才能根除毒素 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家 随便看看 这是谁 两人转头看去 只见韩贝塔刚刚洗完早走出客厅 小贝塔你咋回事呀 平时在姐姐们面前穿成这样也就算了 今天有客人在 你怎么还这样穿 我又不知道清澄姐回来了 还带了个女人回来 她叫张萍 是大姐的大学室友 据说毕业没多久就当上了货态 这是你们亲弟弟 是孤儿院的弟弟 没有血缘关系的 那你们可真幸福 可以天天跟这么可爱的弟弟在一起 清澄 我跟你商量件事 咱们是老同学 有话就直说嘛 我也搬过来住 可以吗 和这样的弟弟住一起 你可真幸福啊 清澄 平姐你想啥呢 贝塔是我们在孤儿院时的弟弟 爷 那就是没有血缘了 清澄 那啥 你们能不能带上我一起 平姐 别开玩笑 爷呀 不跟你闹了 我先回去了 明天的饭局可不要迟到哦 放心吧 会准时过去的 对了 记得把你弟弟也带上哦 张平那眼神恨不得立刻就把小贝塔给吃了 这不明摆着是看上我家小贝塔了吗 谁让小贝塔不好好穿衣服 非要露着他那八块腹肌 啊 我这样是指给姐姐们看的 谁知道洗个澡的功夫就有外人来了 对了 她来我们家做什么 平姐的老公 是省城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可以帮忙让我跟金氏集团的老板见上云面 原来是这样 正好也不放心大姐自己去 我就跟着去一趟吧 小叶子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周围就是金氏集团的老板金智成 金总 这是我的好姐妹 叶清成 叶总你好 果然人如其名 长得倾国倾城 金总过奖了 非常感谢你愿意抽空来见我一面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一是看在张平的面子上 二是因为 小叶子 那天我们在你家聊到我老公 他在外面其实风流得很 而我其实也养了很多小白脸 平姐 这种场合 你说这些干嘛 小叶子 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女人啊 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 跟金总合作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要好好把握啊 张平毁三观的言语 让叶清成一阵尴尬 而一旁的金总似乎并不在意张平说这些胡话 甚至在期待叶清成的回答 我知道你们今天是开车过来的 所以就不劝你们喝酒了 这样吧 小叶子你用饮料代酒 去敬金总一杯 我是应该先敬金总一杯 感谢金总愿意给我这次面谈的机会 金志诚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直到看着叶清成把杯子里的饮料一饮而尽 他的眼中才流露出了一丝异样的光芒 平姐 我们也来喝一杯吧 好呀 我求之不得呢 饮料果然有问题 这是一场针对大姐的鸿门宴 奇怪 怎么今天这么热啊 此刻喝下饮料的叶清成和张平都已神志不清 金志诚终于忍不住露出言行 坏笑着靠近叶清成 你怎么没事 我明明看你喝下了饮料 金志诚你装的还真是有狗逼真的呀 兄弟大家都是男人就别那么虚伪了这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难道你没想法吗 而且我看南疆小报上说他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谁给你的胆子污蔑我姐 小贝塔 我难受 这次先放过你俩一马 下次再让我碰到定打断你们的勾腿 时间来不及了 只能先就近找地方给大姐解读 姐 再坚持一下就到房间了 这位姑娘怎么跟大小姐长得这么像 怎么会这么像 不是像 简直一模一样 夫人 你说她会不会是25年前 不可能 咱们的孩子已经夭折了 老爷 我们通过福利院找到叶小姐的随身物品做化验 您跟叶行成小姐的基因匹配度达到了99.5% 当年他们的女儿腰折后 是被龙虎山的一位道长给抱走的 说是会替他们好好安葬 但可以确定 叶青城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此刻在紫店内 叶青城喃喃着韩贝塔的名字 她眼神迷离满脸通红 煞是可爱 而一旁的韩贝塔掏出 您真正准备给叶青城解酒 姐 你先忍耐一下 马上就好 臭弟弟 姐姐来了 你干嘛 姐你醒了 来吃点早餐吧 小贝塔 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嗨 昨天的饭局大姐喝醉了 我怕在车上大姐睡不舒服 就安排在了这里 昨晚我是在隔壁房间住的 叶青城嘴上说不记得 但某些非常重要的画面 还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看到韩贝塔过来的时候 翘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居然在小贝塔面前这么丢人 我的高冷形象彻底毁了 也不知道小贝塔会怎么看我 大姐起来吃早餐吧 吃完咱就回家 谢谢你小贝塔 我就说你那好闺蜜没安好心 居然社局帮着金智诚来祸害大姐 还好有我们的小贝塔在身边 果然弟弟是最靠谱的 金智诚这个混蛋 我早晚要废了他 不对 你两个彻夜未归 说说都干嘛去了吧 对对 你俩说清楚 是叶青城家吗 门响了 我先开门哦 娜娜 这些年苦了你了 请问 你二位是 看到来人 在场的寒贝塔等人 全部愣在当场 只因为来人实在是和叶青城太像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什么 果然 叶向荣夫妇说出真相的那刻 叶青城已经是气不成声了 他的原生家庭 原来就是江南省顶级豪门世家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 才会在孤儿院长大 原来竟是这样 一旁的韩贝塔三人 则是心情复杂 一方面是替大姐高兴 另一方面 则是伤感 因为他们都是阳光福利院的孤儿 很容易出警生情 这位小兄弟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跟我借一步说话呢 首先 我非常感谢你替我们照顾青城 你如果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替 只要在我们夜家的能力范围之内 都会满足你 伯父 其实 其次 我不希望再看见你对青城有任何纠缠 叶向荣十分强势地打断韩贝塔的话 双眼紧紧地注视着他 隐约有威胁的意思在内 叶向荣 我是看在青城姐的面子 才叫你一声伯父 如果你不是青城姐的父亲 你可知道你刚才对我那种态度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年轻人什么来头 居然有这般威慑力 记住 我跟青城姐如何发展 还轮不到你来执教 如果下次再让我听见类似的话 就算你是青城姐的亲生父亲 我也一样愁你 今日叶家夫妇来者不善 叶青城其实心情很复杂 他虽然高兴找到亲生父母 但并不想因此离开姐妹们和韩贝塔 大姐不要神伤 你还有我们呢 走 去叶强威酒吧 我做妆 大家开心一下 可以的 今日不醉不归 真不知道青城怎么想的 居然会看上这样的男人 毕竟都是在福利院长大的 有感情很正常 更大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青城没有遇见更优秀的男人 对啊 欧阳家的那个小子 好像也快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吧 让他们俩见一面 青城一定会改变主意 就这么定了 今晚只为了我大姐开心 全场消费我买单 小贝塔 陪姐姐喝一杯 非常乐意 韩贝塔本可以凭借内力 将酒精逼出体外 但今天他想要喝几位姐姐不醉不归 所以他酣畅淋漓地喝下一杯又一杯 大姐 你知道其他姐姐都在哪里吗 我好想他们 怎么呢 有我们几个还不够 想其他姐姐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今天这种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会更开心 大姐 别动小贝塔了 五妹和七妹都神神秘秘的呢 四妹 六妹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这几个姐姐 恐怕各个身份都不一般 我有预感 马上就要再见到某位姐姐了 一场阴谋造就的大 将我跟没有血缘的姐姐们拆散 十五年后我强势 手刃纵斧连凶 然而打了小的 却来了老的 你就是杀死我师弟的那个秀武者吧 给你十五分钟时间来了一将 否则就等着给你的这条狗收拾吧 虽说雷奥只是小角色 但是这段时间帮我很多的忙 如今他有难 不能不管 雷奥 振作一点 抱歉 神军殿下 我实在是支撑不住了 才给您打电话的 你既然喊我一声殿下 就是我的人 谁敢欺负你 就是在打我的脸 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是冲着我来的 殿下小心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应该就埋伏在这附近 我知道了 我人已经到了 你们还在等什么 凤驾师之命 收回陈安师弟的七彩蜈蚣 快交出来 留你全室 你是说这只小毒虫 可惜呀 已经没了 你找死 师弟快出手 本以为能做掉陈安师弟的会是什么狠角色 原来这么容易就制服了 这毒物可是师父他老人家 费了十几年的心血制作而成的 一般凶师怎么可能逃脱 我们这也算是替陈安师弟报仇了 记得师父说过 要将这小子活捉回去 别让他在毒物中待得太久 就这点水平吗 真是让我失望啊 只有化镜宗师 才能在体表构筑出一层护体钢罩 防止毒物顺着毛孔侵入 莫飞阁下是化镜宗师 化镜宗师 在我面前不过是垃圾罢了 过来 是修炼者 师弟们快逃 我来拖住他 拖住我 你也配 说出你们师父在哪 给你们的痛快 混账 我的四具毒虫器皿都被斩杀 让老夫元气大伤 只能强行突破境界稳固伤势了 等老夫出关 必将你挫骨扬灰 同时间的洞穴外面 一群伸手不凡的人正在搜寻着什么 为首的是一名女子 眉如带衫 谋若星辰 而身上的气质却是英姿萨爽 身边的男人无不为他倾倒 但都没有胆子 因为这名女子是他们的上司 都小心点 今日武蒙围剿十些老人 他阴邪狡诈 千万别中了他的陷阱 明白 那名女子不是七姐洛丽吗 前方武蒙成莲正在办事 你不想死的话就赶紧离开 七姐 真不愧是你 原来是武蒙成员 两位大哥 我这就走 不过能不能告诉我那位美女是谁 那是洛仙子 我们华中去武蒙基地的盟主 洛仙子 女武神 七姐啊 小时候你可没少调戏我 这次我可得好好还点你 就逗逗你吧 盟主 这蛇蝎老人居然突破了化剑 实在厉害 我们等救援吧 等叫来援兵 蛇蝎老人肯定早就逃了 不知又会害死多少无辜性命 盟主小心 一群蝼蚁 还敢围剿我 总去死吧 这是什么火焰 你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寒被塔漂浮在空中 那我便是他所放 借你们的洛仙子一用 你到底是来帮我的 还是对我有所图谋 我是来帮你的 但也同时对你有所图谋 前辈 请你自重 美女 别这么着急嘛 我都还没说对你的图谋是什么 这还需要说吗 你的眼神已经把你的心思都出卖了 流氓 哎 真是伤心啊 你要干什么 这位公子请自重 我警告你 我可是武盟盟主 要是你敢乱来 后果很严重 你有必要 浅心万苦把我掳到这个地方 就为了把我扔到湖里变成洛汤鸡 我的好气节 让你小时候总欺负我 这回我总算报仇了 洛仙子 我们还会再次见面的 相信下次见面 你一定会对我有所改观 我走了 沈精病 下次见面 本姑娘非要你好看 小贝塔 丢下三个姐姐 一声不吭自己跑了 说吧 是不是又被这姐姐们去相亲了 就是就是 一整天手机不开机 我们都要担心死了 混小子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的好姐姐们 我这边有点事情 看你们在睡觉 我着急就过去了 小贝塔 我刚跟亲生父母相认 他们今天约我了 你陪我去跟我的爸妈吃顿饭吧 好的姐 没问题的 我现在就回去接你 明昊啊 等会清城来了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知道了阿姨 您放心吧 叶向荣夫妇的颜值都很高 想必那位失散二十五年的女儿也差不到哪里去 爸妈 我来了 清城 你可算是来了 咦 你来干什么 是我让小贝塔来的 清城啊 今天是我们一家子吃饭 她一个外人 小贝塔就是我的家人 既然你们不欢迎 那我们走就是了 清城 是妈错了 你别生气 妈同意让她留下 好不好 那好吧 小贝塔跟我在孤儿院相依为命 跟亲姐弟一般 你们不能再针对小贝塔 不会不会 清城妹妹你好 我叫欧阳明浩 第一次见面 多多指教 我跟你没那么熟 还是叫我叶清城吧 清城你这 清城不得无礼 伯父伯母 你们别怪清城 刚见面吗 很正常 这正说明了清城是个洁身自豪的女孩子 这牛够个性 比我在东阳留学时的强了不知多少倍 老子一定让你沉浮 你叫韩贝塔对吧 很高兴认识你 有多高兴 这小子 故意让我尴尬的吧 给你点苦头吃 你给我放手 小子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松手 人家只是主动跟你示好而已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捏他的手 真是个野蛮人 没事 呵呵 没事 我不会跟这种野蛮人一般计较 特么的气死我了 待会看我怎么让你丢人现眼 明浩 你在东阳留学 是什么学位呀 我已经拿到了东阳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双硕士学位 赞赞 真是厉害呀 那你这次回来 是准备要接手你爸的公司了 差不多吧 我爸已经把部分项目交给我负责了 我有信心能做好 真是优秀 在这江南省 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实在不多了 小贝塔 这家的糖醋排骨真好吃 你快尝尝 特么的 当着我的面修恩爱 不知道韩兄弟是在哪个学校上的学呢 我呀 我没上过学 韩贝塔五岁就被老道士师傅带走了 哪里有机会上学 他的知识都是老道士师傅在道观里面教给他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个文盲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没上过学 坚决不能让青城跟他在一起 嘿嘿 文盲倒不至于 我还是认得几个字的 有五十个吗 呸呸 瞧我这大嘴巴 真是抱歉啊 韩兄弟 如果刚才那句话冒犯到了你 还请不要见怪 冒犯谈不上 欧阳大少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 而我真好有几个字看不懂 不知道欧阳大少能不能教教我 哈哈哈哈哈哈 韩兄弟有什么不认识的字尽管问 我一定会耐心的给你解答的 对呀对呀 这个态度就很好嘛 干嘛要那么粗鲁呢 让明浩多教你认识几个字多好 大家都闻名一点 小贝塔 你咋回事啊 你有什么不懂的字 不会回家问我吗 贝塔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青城 小韩只是好学而已 你让他多认识几个字不是更好吗 那好吧 欧阳大少这几个字我只知道怎么写 但不知道该怎么读 你教教我怎么发音就行了 哈哈小事都是小事 你特么耍我 怎么了明浩 见欧阳明浩突然发梦 夜市夫妇差异不解 拿过手机一看 也是跟着变了脸色 你 你特么敢耍我 还东阳流血的高材生呢 我看你的文化水平也没比我高到哪里去吗 算了明浩 我们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计较 你不是说约了几个朋友去桂花园赏桂花吗 正好带着青城出去散散步吧 妈还是算了吧 我就不去了 大姐 难得这么有雅性 去转转也无妨 那小贝塔 你陪我一起 哈哈欧阳大少真是好大的价值啊 居然让我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嗨 别提了 让一个讨厌的家伙恶心到了 耽误了一会 这是青城 姓夜 夜小姐真是美若天心啊 以纳这位是 无关紧要的人 我们进去吧 大姐 没想到南疆还有这么好看的金色 小贝塔喜欢的话 咱们以后常来 韩神医 你也来赏桂花吗 刚进到公园内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 接着就见一个容貌清秀 身材高挑的女孩 欣喜地走到韩贝塔面前 韩神医 上次我爸的病对亏你治好了 对了这位是 这是我姐姐 今天就是陪她来赏花的 原来她是你姐姐呀 你好 我叫沈静怡 叶清诚 小贝塔的干姐姐 叶清诚也自我介绍说道 而且说话的时候 还是为一般搂住了韩贝塔的地弯 沈静怡面容一致 但很快她也不甘示弱地抱住了另一条手臂 韩神医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块赏桂花呀 你把我的胳膊抱得这么紧 我敢不同意吗 那我们就一起吧 沈静怡自作主张 拉着韩贝塔的手臂就再也不肯撒开了 这一幕 瞬间让一众富家公子哥目瞪口呆 我去 原来不是沈小姐高傲 是没看上咱们而已 对啊 那小子身边明明有个美女助陪了 却还要厚着脸皮往上贴 沈静怡称呼她为韩神医 难道她真是一位沈医 名号这小子什么来头 看来这姓韩的小子 把欧阳大少气得不轻 一行人哪里还有半点赏花的心情 郁闷到了极点 不过很快他们就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人 沈静怡 这小子是谁 韩神医救了我爸的性命 是我们沈家的恩人 还有 我们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恩人 哼 我看是吉人吧 嗯 这女人居然比沈静怡还要美上几分 他妈的 这姓韩的小子艳福真不浅 静怡 跟一个傻播也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走 给老子站住 啊 老子要宰了你 王八蛋 你敢打马少爷 马家的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给捏死 还不赶紧跪下给马少爷磕头道歉 你刚才骂谁是王八蛋 你 姓韩的江南省马三爷这个名字 你应该听说过吧 这位马则少爷就是马三爷的公子 嗯 马三爷是谁 很牛逼吗 这小子果心来的嘛 居然连马三爷是谁都不知道 怪不得这么嚣张 连马则都敢打 韩神医 马三爷是我们江南省的地下龙王 是一名修武者 我们这些豪门世家都要看他的脸色形式 修武者 马少爷是吧 我对你老子很感兴趣 不如带我去见见他如何 韩贝塔不喜欢留下隐患 今天要是不去见一见那位马三爷 估计以后还会有麻烦找上门 倒不如一次性过去把他给解决了 现在知道害怕了 你刚才动手打人的时候 不是很好哄吗 去你娘的 把他带走 把那个女人也带上 这么极品的一个女人 我怎么可能放过 等会一定要当着这小子的面 让他知道我马大少爷 不是那么好招惹的 马少爷 叶清诚是叶家的千金 请你高抬贵手 叶家千金 你少他娘的放狗屁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叶向龙只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 你想英雄就没也麻烦看清楚对象 我马则是这么好忽悠的吗 让你女朋友 好好服侍我们父子俩一个晚上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小崽子 打了我儿子 理应费了你的双手双脚 看在你女朋友的面子上 跪下来磕几个头 然后滚吧 感受到两人那贪婪的目光 叶清诚俏脸煞白无比 大姐不要怕 有我在谁也不能碰你一个汗毛 三爷 叶向龙夫妇请求见你一面 他们两个来干什么 告诉他们 老子现在没时间见客 父亲 我刚才在抓这个女人的时候 欧阳家的那个小子好像提了一嘴 说她是叶家千金 怪不得这女人看着面熟 原来是遗传了江南省第一美少妇的优良基因 让他们进来吧 你这个混蛋 这就是你说的会照顾好清诚 这就是你说的会给他最好的生活 我看你就是个惹祸精 什么时候把清诚害死了都不知道 妈 这不是小贝塔的错 不是他的错是谁的错 清诚 从今天起 我不准你再跟这个人有任何来往 以后就留在叶家 我们会帮你安排好一切 妈 你给我闭嘴 江南她本来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 经过这件事的刺激后 越发坚决地认为 不能让韩贝塔再祸害自己女儿了 哪怕是锁 也要把女儿锁在叶家 精彩 好一出家庭伦理大行 德国 你们演戏 能不能挑对地方 这里是马家 轮不到你们放肆 马三爷 贵公子是这个叫韩贝塔的混账小子打的 跟我家清诚无关 你看能不能 不曾 江美人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你这女儿和马三爷看上了 你如果失去的话 现在就带着你老公滚回叶家 明天一早 不对 明天正 我自然会把你女儿送还到你们手中 马三爷 你怎么能这样 如果你不失去 今晚你也得给我留在马家 跟你女儿一起 马三爷 你别欺人太甚 我们叶家虽然没有修武者坐镇 但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区区叶家 在我修武者的眼里 狗屁也不是 马三爷 我们叶家固然是不被你放在眼里 但是金灵江家呢 金灵江家 江天远 是你什么人 是我爷爷 江家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名叫江天远 是一位修武者 据说在很多年前 他就已经跨入了画境宗师行列 没想到 他竟然是江天远的孙女 不管真假 不能冒险得对一个大能 带上你女儿 走吧 父亲 你给我闭嘴 傻儿子不吃修武者 无法理解我的心情 为了贪图一时的美色 冒这么大风险 不划算 你女儿可以走 但是这个小子必须留下 我要断他双手双脚 不能让我的儿子白白挨打 我没意见 这小子狂妄无边 马三爷是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教教他怎么做人 小贝塔不走 我也不走 卿城 这小子打了马少爷 肯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你赶紧跟我们走 不要再管这混账小子的死活 我不 大姐 你还是先跟着你爸妈离开吧 我不会有事的 我保证 可是 听话 不然我删你小屁屁 删我也不走 大姐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叶卿城不肯离去 韩贝塔只得偷偷施展了一个术法 听话 我很快就会把事情解决的 这一回 叶卿城没有抗拒 而是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 叶向荣夫妇见状大喜 以为女儿终于开窍了 小子 别说我不通人情 作为长辈的 我奉劝你一句 好好赔礼道歉 兴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该怎么做 不需要我来教你了吧 你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如你来给我示范示范 年轻人有傲气很正常 但是过度的傲气 就是在自掘坟墓 你觉得 今天还会有谁来救你 为什么要等人来救 我自救不行吗 五知小儿 我终于明白江兰 为什么这么厌恶你了 因为你 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马三爷 你可知道 我刚才为什么 要让清晨姐离开 那是因为 我怕你的血 污染了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你你你 你也是修武者 修武者算个什么东西 容颜九孝 小贝塔呢 小贝塔怎么了 我要回去找小贝塔 清城你怎么了 不是你同意跟我们离开的吗 韩贝塔他自己不肯低头 都是他活该啊 我什么时候同意跟你们离开了 快放我下车 我要去找小贝塔 清城你冷静点 马三爷说了要教训他 谁也就不了 妈你刚才不是说 我有位太爷爷是修武者吗 你再去找马三爷说说情 清城 其实当年因为某些恩怨 我早就跟金灵江家断绝了关系 今天要不是被逼无奈 我也不愿意把江家搬出来 吓唬马三爷 妈求你了 只要你把小贝塔救出来 我愿意留在叶家 也愿意听从你们的一切安排 真的 走掉头回去 夜市夫妇到达马家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马则躺在地上不知死活 而马三爷 失魂落魄地跪在地上 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而他也缺失了一条手臂 小贝塔 真是吓死姐姐了 我还以为我回来晚了呢 姐 别哭了 我这不是好着呢 谁说我哭了 以后你要是还敢让我这么担心 我就把你的耳朵揪断 姐 你轻点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的呢 清城 现在这小子已经没事了 虽然不是我们救的 但你刚才在车上说的话 应该还做数吧 那 我 姐 你这段时间就留在叶家吧 清城集团我会帮你打理的 相信用不到多久 我就会送给你一份大礼 清城集团是叶清城一手 做起来的护肤品企业 目前经营遇到瓶颈 韩贝塔相信自己的这一身医药的本领 一定可以帮清城姐做出最好的产品 呦 这回私里逃生 你小子居然开窍了 要是早点这么懂事 还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吗 韩贝塔不屑于理会江岚 反倒转过身去和清城姐继续嬉笑 江岚脸颊抽出了几下 心中满是不甘 叶向荣夫妇最终还是带着叶清城离开了 给我一份最新的市场上护肤品的成分表及定价表 这些越详细越好 越快越好 韩贝塔打完电话便禁止走回家 开门的是三姐柳燕儿 小贝塔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大姐呢 她留在了省场 这段时间暂时不会回来住 太好了 没有大姐盯着 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嘿嘿 嘿嘿 不可以 柳燕儿突然一把将韩贝塔拽了过来 强行把她按在了沙发上 笑容逐渐变色 我是不是回来的不是时候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当初自己跟小贝塔刚见面的时候 也把她误会成了大姐的男朋友 没想到今天误会再次上演 嘿嘿 那就继续演下去吧 七妹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来来来 快点来见过你的未来姐夫 原来是你这个神经病 嘿嘿 骆仙子 我说了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好 本姑娘这就杀了你 娘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好 能有什么误会 三姐你是不知道这个神经病有多过分 行吧行吧 我不拦着你 你把小贝塔打死了 看大姐会不会削你 嗯 三姐 你是说 这家伙是小贝塔 洛黎仔细盯着陆云的那张脸看了一回 眼神中的愤怒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湿润 原来她不是长得像 而是劝劝实实的 是自己的弟弟韩贝塔 七姐 如果我不是你的弟弟韩贝塔 又怎么敢那么大胆的戏弄你呢 谁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姐 来个爱的抱抱 你是小贝塔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是小贝塔就可以欺负我了吗 你就是个小混蛋 你是小贝塔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是小贝塔就可以欺负我了吗 你就是个小混蛋 七姐 你是个女孩子 要矜持 臭小子 看你还敢心动解剖 洛黎白了含贝塔意 可紧接着又忍不住嫣然欢笑 能够再次见到小贝塔 她是非常开心的 小贝塔 十五年时间不见 你居然成为了一名修炼者 怎么做到的 修炼者 小贝塔是修炼者 好你个七姐 一回来就报我身份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七姐 你自己是华中区武盟盟主的事情 不是也没有告诉过姐姐们吗 华中区武盟盟主 感情这里就只有我最没档次的 不行 小贝塔 我要拜你为师 你是我姐呀 那辈分不是乱套了 不乱的 你管我叫紧 我管你叫师父 咱们个论个的 教是可以教 不过修炼我身上的这门功法 需要先把你身上的全部学位打开 怎么打开学位 现在就来 现在 怎么了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介意 你还犹豫什么 今天就当便宜你这小混蛋了 好吧 一二姐 只要找到几个特定学 我将真气注入就行了 柳嫣二察觉到自己被耍了 顿时恼羞成怒追着韩贝塔掉的 哎呀呀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小贝塔虽然跟我们关系好 但你也不能这样欺负他 我错了三姐 现在就教你 等姐姐修炼成功了 一定会好好奖励你的 记住这种真气流动的感觉 按照口诀修炼 直到凝炼出属于你自己的真气 就成功了 柳嫣二美眸紧闭 开始尝试凝炼真气 此时韩贝塔却走出了卧室 韩贝塔神情凝重地拨出一个电话 对方是大姐叶清城的 护肤品公司的忠实补干 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在尽力 推销清城集团的产品了 可是销售量却极其惨淡 是叶家搞的鬼吧 叶家 是江城有名的豪门 叶氏夫妇也是大姐叶清城的 亲生父母 和叶清城相认后 希望大姐和我断了关系 得知我替大姐管理公司后 便处处与清城集团作对 韩先生 您是不是得罪了叶家 有一点过节 我会解决的 把这份美白配方 制作成一千份面膜样品 我有急用 是 我准备在省城举办一次慈善拍卖会 拍品是藏爱大师的十幅新作品 放心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江兰 听说你们叶家也有相关产业 是做美白补水面膜的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谁的产品效果更胜一筹 小贝塔 我成功了 什么成功啊 凝练真气啊 我已经凝练出真气了 这再过去几个小时啊 我出门一趟的功夫你就成功啊 我怀疑你是在逗我 我逗你干啥呀 不信你自己看吗 还真的成功了 燕儿姐 你是妖孽吗 哼哼 现在知道姐姐的厉害了吧 韩贝塔此时却发现 三姐柳燕儿凝练出的真气属性 竟然与自己一模一样 通过意念发现 自己竟然能将燕儿姐凝练的真气 据为己有 咦 我凝练出来的真气呢 我的真气呢 小贝塔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真气跑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呀 你好好找找 这下赚大了 岂不是说只要自己广收徒弟 就能拥有无限真气了 七姐 想成为修炼者吗 我可以教你 姐 骗三姐就得了 骗我可没门 二姐 想成为修炼者吗 我可以教你 林青坛向来单纯又宠爱韩贝塔 没想到他却说 七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不能相信你这个小坏蛋 林青坛举起手机给韩贝塔 看他们七姐妹的聊天群 只见七个姐姐正在热聊 姐姐们都注意了 小贝塔就是个骗子 如果她说要知道你们修炼什么的 千万别相信 三姐就被她骗了 对对对 她是个小坏蛋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七妹你已经知道小鹿云的事了 看来这个秘密守不住了 原来小贝塔还活着 我马上就回龙国 好好检查她的胎记 看看还在不在 人家也好想回去 可是我的通告都排到明年了 公司不让走 好烦呢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小贝塔现在已经变坏了 到处想着占人便宜 还说自己是什么修炼者 太假了 后面的聊天记录 还在不断刷新 韩贝塔看着手机上的内容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这里是VIP贵宾席 你这种屌丝 怎么能坐这里 哪条规矩写了我不能坐这里 我知道了 你是想接机靠近讨好我 然后取得我家闺女的芳心 我劝你不用再动歪心思了 我不会让你跟青城在一起的 江阿姨你想的有点多了吧 只是恰巧未知挨着而已 江姐你也来了 看你最近气色还不错呀 宝贝闺女最近这么听话 回到豪门的圈子 我心情好 自然气色也不错 倒是你 最近气色好像不太好啊 别提了 你也知道我老公在国外开了分公司 常年不回来 我很是思念呀 好了好了 我等我等 快坐下吧 藏爱大师作品拍卖会要开始了 韩贝塔不想听豪门圈不着四六的八卦 便默默地等着拍卖会开始 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夜市夫妇看到他在呼呼大睡后 心中更加比 拍卖会的后半场 韩贝塔终于醒了 而他等的也是这一刻 终于来到了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环节 这里有十张藏爱大师的艺术签名照 将会当作赠品送出 竟然有藏爱大师的艺术签名照 书画节最为神秘的超级巨星 终于要露脸了吗 这十张艺术签名照 我们将会抽取一位现场嘉宾免费赠送 但是前提就是 中奖的嘉宾 现场实验一款面膜 什么鬼 藏爱大师的签名照 怎么跟面膜扯上关系了 敢他呢 能拿到藏爱大师的签名照 在我脸上贴片酸菜叶子都可以 获奖这已经产生 有请张开凤女士上台进行面膜实验 硬气真不错呢 江姐 等会我拿到藏爱大师的签名照后 赏给你看两眼 你可得多赠送我几张 你家生产的面膜藏作补偿啊 毕竟这是我牺牲自己的脸换来的 去去去 谁稀罕看了 我又不是藏爱大师的粉丝 张开凤在江南省的名园圈子 有着黑美人的称号 除了皮肤黑之外 长得很美 平时她都是用闺蜜江兰家生产的贵妇面膜 如果不是为了藏爱大师的签名照 她是不愿意试验这个面膜的 这是什么面膜 贴上之后好舒服啊 仿佛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激活了一般 时间到了 请张女士摘下面膜吧 天哪 张开凤 白了好多 太美了 这到底是什么品牌的面膜 快告诉我 咱们会有如此神奇的面膜 如果这款产品推向市场 对咱们业家面膜产业是毁灭性的打击 难道是张开凤当拓 在台上演戏呢 这怎么可能 再怎么说张开凤也是豪门贵妇 又是我的闺蜜 她不可能是托 其实今天向各位推荐这款面膜 也是藏爱大师的意思 现在有请清城集团的团队 也就是这款面膜的研发团队 上台介绍这款面膜轻视容颜 闺女的清城集团 什么时候跟藏爱大师扯上了关系 为什么从未听说过 难道是韩贝塔这种屌丝搞的鬼 不可能 这姓韩的小子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 叶氏夫妇知道 女儿叶清城被他们留在叶家后 就把清城集团交给了韩贝塔达 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一个没上过学的野蛮人 能够拿出这么神奇的面膜配方 终于拿到藏爱大师的签名照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眼熟 江兰你也看看 江兰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惊呆在原地 这赫然就是韩贝塔 你 你 你竟然是藏爱大师 不仅如此 清世容颜的配方也是我给的 这不可能 你只不过是个没上过学 仗着自己跟清城一起长大 就像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穷屌丝 江阿姨 你过分了 就算你是大姐的母亲 再多说一句 我依旧会出手打爆你的狗头 好威武 好雄壮 没想到您就是藏爱大师 而且如此年轻帅气 我家密室里 有几幅许多年未开封的名画 不知道藏爱大师能不能赏脸 来我密室一探究竟 真香 小贝塔居然做了这么多 这就是你为姐姐准备的巨大惊喜吗 姐姐真的好喜欢 清城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韩贝塔就是藏爱大师 是啊 我当然知道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你们给过我机会吗 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的小贝塔不仅是藏爱大师 而且还是江城近日出名的那个神医 韩贝塔回到江城后出手救了不少名人 都是些疑难杂症 无人不知江城横空出世了一位神医 动画作者嫌这段内容太过啰嗦就给删除了 观众老爷们知道小贝塔是个神医就好 这穷屌丝竟然就是那位大神 什么风让您大驾光临啊 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 就你一个人道歉 我不接受 其实江兰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出身于精灵江家 是个有修武者坐镇的家族 当时江家给他安排了一场联姻 想让他嫁给另一个修武者家族 但是他偏偏却跟了我 本来他应该能更加能理解清城的心情才是 可他后悔了 后悔嫁给了我 恐怕他后悔的不是叶家不如江家 而是那个难言之隐吧 你 你看出了我身上的问题 第一次你来这里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就看出来了 只是那时候你一副瞧不起我的态度 让我很不爽 所以懒得说而已 既然你能看出我的难言之隐 那么 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题 一副药就可药到病出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只是说能治好你 但是我没有说会帮你治疗啊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 多少钱我都愿意给 对了 哪怕是把叶家旗下的一半产业送给你 我也愿意 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那清城呢 你不是喜欢他吗 看在我是他父亲的份上 求你治疗我吧 这并影响我和江兰的感情太久了 还拿大姐压我 我可是记得您二老一直嫌疾我配不上清城姐呀 您是著名书画家藏爱大师 又是江城神医 怎么会配不上 大姐叶清城和韩贝塔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感情很是深厚 叶向荣夫妇是大姐刚刚相认的亲生父母 他们一直看不起韩贝塔 如今叶向荣知道她的身份后 便跑来求医问药 我只答应出手一次 以后再对我不禁 我能出手就好她 也能再废了她 不会的不会的 还请您放心 夫人 你赶紧到江城来一趟 韩贝塔 不对 是韩神医术 我的病她可以治好 怎么会 这臭小子 不 我宝贝女婿愿意出手吗 看 快点送我去江城 贝塔 我的好女婿 以前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介意哈 是是是 还请韩神医大人不计小人过 叶氏夫妇可是豪门叶家的掌门人 此刻却对一个青年点头哈腰 生怕韩贝塔哪里不顺心 而这一切都被刚刚进门回家的叶青城看在眼里 实在不敢相信前几天还在一口一个也小子叫的母亲 现在一口一个好女婿 韩贝塔 你给我爸妈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 不准对韩神医无礼 不准对我的好女婿无礼 我的好女婿 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也不忍心看着你岳父那样 对吧 江伯母 瞧你这话说的 青城姐是我的甘姐姐 又不是我老婆 你们怎么就突然变成我的岳父岳母了呢 好女婿 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你跟青城的事 我们眼睛都明着呢 迟早的事 还是江伯母厉害 一眼就看穿我的心思 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呀 青城 告诉我吗 你是不是喜欢韩贝塔 我 叶青城这位平时高冷八道的女总裁 此刻就像是被戳破了心事的小女孩般 连话都说不明白了 翘脸憋得通红 偷偷瞄了韩贝塔一眼 发现她正一脸戏谑的看着自己 快说你快说 到底对我爸妈做了什么 哈哈 两口子是这样的 打打闹闹才是生火吧 我跟你江伯母也是 什么江伯母 我跟你丈母娘也是这样的 打是疼骂是爱 床头打架床为何 你们今天的表现还不错 我很满意 我可以帮叶伯父治疗 但不是现在 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药材 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就能让叶伯父恢复如初 生龙活活 好 其实韩贝塔如果想要治好叶向荣的病 只要帮她针灸几次就行了 但就想让江兰尝尝这种 数着手指头过日子的生活 谁让你当初瞧不起我的 小贝塔 我们联系不上英子姐 公寓没人 电话也打不通 英子姐 就是那个我把青势熔岩面膜配方交付的那人吗 对的就是她 青势熔岩马上要上市 郭英她一直兢兢业业 又是青势熔岩的主要研发人员 她今天不来上班一定是出事了 姐姐别急 这个事情可能和青势熔岩的配方有关系 我来处理 神经请吩咐 启动天网系统 帮我查一个人的精气动向 明告神君 郭英女士在江城区北沿路附近被一辆无牌照的面包车带走 知道了 马哥 这件女人只要一说出配方 我马上就能验证是不是真的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把配方说出来 不然我外面那些弟兄可不是吃素的 卧槽 给脸不要脸 打死你个臭女人 外面什么情况 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爷爷来教你怎么做人 他妈的 敢 K.O 你 你要怎么处置我 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吧 先从你的身份说起 韩贝塔之所以留下一个 是因为他判断出 他应该是主谋团伙之一 而周围那几个晕过去的家伙 只是他不来的打手 我 我是韩美集团的研发部部长 今天这件事 是熊家指使我做的 对了 韩美集团就是熊家的产业 熊家 省城那个熊家 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不久前遇见的福利院伙伴赵磊 好像说的就是他入坠的熊家吧 这下好像有意思了 人都就回来了 为什么把面膜配方留给竞争对手 你是要气死我吗 大姐饶命啊 哎呀 小贝塔都疼了吧 大姐别打了 我支持大姐 小贝塔已经学坏了 前几天还骗了我 小贝塔如今也颇有能力了 他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考虑 小贝塔 你怎么不早说 你给我机会说了吗 上来就打我 好了 这次是解不对 快说说为什么把配方交出去 姐姐们放心 我基本掌握了来龙去脉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怎么最近想找我吃饭了 混得不好吗 我听说你入坠了省城的熊家 经营韩美集团的熊家 是啊兄弟 当初就是熊家为了冲洗 我现在日子也不算好过 但兄弟你开口我肯定要帮忙的 韩美集团的职位我可以帮你问问 此人便是第一级殴打孤儿院老院长的赵磊 如今入坠了熊家 日子过得小心谨慎 赵磊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跟胡鹏狗狗吃饭 看看你儿子都哭成什么样子了 爸爸 你个老鼻等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回家 来源是赵磊的妻子熊彩莲 怀中抱着的婴儿是他们的孩子 一直不停在啼哭 韩贝塔看了一眼孩童 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这孩子是天生阴眼 还发什么呆呀 赶紧送我们去江城找那位神医看看 我就不信查不出病因 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 你儿子的病 或许我能治好 你又是谁 他是我福利院的朋友 韩贝塔 托我帮忙找工作的 就你 还要托你找工作 他能有什么本事 还说治好我孩子的病 韩贝塔脸一沉 要不是为了赵磊在熊家的日子好过一点 韩贝塔根本不会插手这件事情 既然赵磊对自己有情有义 自己也不能做事过 赵磊你看 孩子不哭了 你这个朋友是神医吗 兄弟 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不瞒你 你们要去找的那个江城的神医 就是我本人 谢谢韩神医 谢我就不必了 我只想知道韩美集团是你们熊家的谁在精英 是我的哥哥 熊达 熊达是吧 我记住了 麻烦你回去转告他一声 有些事情 人在做 天在看 劝他好自为之 韩神医 是不是我哥招惹到您了 回去问你哥吧 或许他会给你答案 韩美集团突然推出了一款名为利盐的面膜产品 这款面膜好评如潮 迅速在富人圈子里扩散了开篮 据说这个面膜的效果和轻视容颜相差无几 大姐别急 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这都火烧没毛了 还不急吗 小贝塔 你最近对姐姐的秘密越来越多了 那还不是因为姐姐相信我 我才敢放手做梦 一定给姐姐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当然信你 只是这韩美集团的熊家还给我发了一顿私人酒贵的邀请函 恐怕来者不善啊 韩美集团大获全胜 熊达举办的这场酒会 可以说是庆祝酒会 却故意把竞争对手邀请去参加 可不就是故意恶心人吗 放心吧 清承姐 他们嚣张不了多久的 不就是一个私人酒会吗 我陪你去参加 看看他们想耍什么花招 你就是韩美塔吗 正是在下 那天你托我妹妹给我带的话 我收到了 我这人从来不信天命 我只信我自己 你就是熊达 无耻之徒 叶总裁何出此言 对你这样的绝世美人 我还有更无耻的 你想尝尝吗 我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使用肮脏手段偷走配方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厚颜无耻的 怕 叶总裁不仅人长得漂亮 就连骂人的时候 都是那么可爱 我真的忍不住想要跟你喝上一杯了 熊达 我也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笑下去 但是很可惜 三天后就是轻视容颜上市的日子 你可能笑不了多久了 我看你是死鸭子嘴硬 你们已经输了 不如我们来赌一把 等轻视容颜上市后 我觉得可以碾压你们公司的利盐 敢不敢赌 赌注是什么 你要是输了 召开新闻发布会 把你如何得到的面膜配方 公之于众 并且给青城集团道歉 可要是你输了呢 随你处置 抱歉 我对你不感兴趣 不如这样 你要是输了 让你姐姐过来陪我如何 你个混蛋竟然拿大姐做赌注 知不知道那个熊达有多恶心 小贝塔 姐姐们白疼你了 你让我很失望 姐 你们要相信我 我是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 姐姐们都闪开 小贝塔 是我一记号天锤 既然是假的 那为什么他们的面膜 在市面上如此受欢迎呢 这都是错觉 只要再过几天 用过他们面膜的附加 太太们都会肿成猪头 真的是这样 当然了 我的好姐姐们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们呀 我就说嘛 小贝塔最好了 刚才姐姐兄弟 是姐姐的不对 还好你说得快 不然我的八十米大刀差点没收住 青城小美人 三天已过 你们青城集团输定了 愿赌服输乖乖的来服饰我一满吧 熊总不好了 我们的产品出现了问题 这些都是投诉材料 这么多 其实这些只是投诉材料中的一小部分 受害者已经为满公司楼下了 那么呢 抢来的配方是假的 我们被韩贝塔计算了 此时的熊达气得将办公室都差点砸了 可是不管他如何生气 都无法解决质量上的问题 每天都有不少受害者围堵在韩美集团的办公大楼下面 与此同时 明园圈子里的部分副太太们突然发现 青室容颜这款刚上市的面膜使用后 居然解决了变成猪头的问题 重新变得美丽动人 这则消息一出 青室容颜瞬间销售量爆炸 熊总 还记得我们之前打过的赌吗 现在你输了 是不是可以履行赌约召开新闻发布会道歉了呢 姓韩的小子 算你有种 这笔让我熊达记在心里了 迟早有一天老子会加倍奉还 你给我等着 奉还不奉还都是以后的事情 我现在是问你 什么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看你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 熊达并不打算履行赌约 这都在韩贝塔的预料之中 不过这次机会错过了 以后就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小贝塔你真是太棒了 这场仗打得实在是漂亮 爹 你开心归开心 但是下次亲我脸的时候 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 我也是有尊严的 啥 你说啥尊严 你现在认真回答我一次 你的脸我可不可以亲 可以可以 来吧 这尊严 我不要了 想我堂堂藏爱神军 居然也有一天干起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来 这要是传出去 怕是会被人给笑话死 趁着熊达别墅没人 韩贝塔来到卧室 成功找到一个保险柜 撬开将里面的东西拿走 第二天 熊达突然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说是有人找到了他的黑账记录 里面详细记录了他近几年的所有违法记录 说吧 老实交代 领导 我冤枉啊 特么的 昨天晚上真不应该去女秘书家里过夜啊 保险柜被人撬了居然都不知道 小贝塔 你四姐过几天就要回来了 对于那位指纹其名不见其人的巫妖王四姐 我可是仰慕了许久 到时候见了面一定要找他切磋几招 王冰宁这次是专门为了看你而回来的 估计也待不了几天 到时候就你去机场接他吧 没问题 等一下我带你去商场买几件像样点的衣服 这就没必要了吧 我觉得我现在的衣服够穿 哎 明明年纪不大 整天穿得跟个老头似的 听话 姐姐帮你选身适合你的衣服 我的一瓶有那么差吗 小贝塔 试试这件西装吧 大姐 你知道的我不爱穿西装 好不好吗 小贝塔姐姐想看你穿西装 姐姐还没见过呢 那好吧 我来试试 清晨姐 你看我穿着还合身吗 韩贝塔朝着这边看过来的时候 嘴角流露出的那一丝癖坏的笑容 让人生不出丝毫厌恶感 反而觉得充满了魅力 要是以后在结婚典礼上 小贝塔就穿着这套西装 然后自己穿上洁白的婚纱 手腕着手走过大堂 哎呀叶清晨你想到哪里去了 他可是你弟弟啊 清晨姐 你怎么在发呆 想什么 没没什么挺好看的 美女 你男朋友真帅 气质又那么好 你们两个真是我见过的颜值最搭的一对情侣 刚刚还在幻想小贝塔和我是情侣 怎么这就被戳穿西式了 他只是 我弟弟 你弟弟 我看你们这么甜蜜的样子 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 真是不好意思呀 那个美女 既然他是你弟弟 那你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呀 女销售员突然暧昧地眨了眨眼 显然是看上了韩贝塔 不可以 这样才贝吗 小贝塔你才二十岁 就应该换成这种造型才符合你的年纪 确实清爽不少 尤其是新发型 粉丝们肯定会喜欢 姐弟二人逛完商场回到别墅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正站在院子门口 两名保镖守在边上 熊达 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然是想念叶大美女了 所以才特意过来看茂你呀 我知道我家的保险柜被撬 黑账本被盗走 都是你做的 你也不傻吗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是怎么出来的 熊家的力量 远远要比你想象中的强大得多 是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说实话 叶青城我缠上了 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他搞到手 而关于你 捍卫塔 薪酬就恨一起算 你小子很快就会知道我熊家的报复 是有多么的可怕 熊达说完 又眼神火热地打量了叶青城几眼 然后扫尸了绿鹰别墅一圈 小的们 咱们走 这套别墅的风水真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防不防火 威胁我家人的安慰 熊达你是想死吗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别管我是什么怪物 明天我将亲自去你熊家一趟 当着你们熊家所有人的面 取走你的一双腿脚 听清楚了吗 这小子是疯子 开车 快开车 熊达确实欺人太盛 但是姐姐不允许你一个人去 大姐被欺负我们都很生气 但是小贝塔这样太危险了 我们报警吧 报警有用的话 还要修炼做什么 那个熊达能毫发无伤的在里面出来 证明权势很大 我这次占小贝塔 我和你一起去 三姐别添了 你的修炼还不到位 还是让我跟着小贝塔去吧 极为姐姐容我说句话吧 熊家势力确实不容小觑 但是我也不喜欢微微缩缩 此次前去我势在必得 好一个狂妄的小子 我倒要看看他是如何当着我们熊家人的面 拿走我儿子的一双腿脚 父亲 为何不直接请纯叔来帮忙 那小子明显也是个修武者 这四位把你从橘子里弄出来 已经麻烦了他不少了 我已请了马三爷坐镇 有他也足够 马三爷最近不是刚带了一条手臂吗 还能行吗 马三爷是什么人 对方只是个黄毛小子 就算再断条腿收拾他也绰绰有余 确实 这个嚣张的小子根本斗不过我们熊家 老婆 今天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吗 怎么熊家分家的人都来了 这也太壮观了 你小点声 还不是你那个福利医院的兄弟 听说他把我哥的车给砸了 话威胁今天要卸熊打的腿 我那个兄弟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不是竟然如此莽撞 韩神医这次凶多吉少啊 希望他今天不要来 几个小时都过去了 人怎么还没来 哭门了 该不会是那小子使诈 故意说出些我腿下骨人的吧 不管你们说的那个人今天来不来 我得经烧下的酬金 不可能再退还给你们 马三爷虽然断了一条手臂 但是修武者的威严还在 一句话令熊家众人不敢反驳 该死的小子 你到底在买什么花样 是在等你爷爷我吗 就是他 这混蛋总算来了 此人怎么如此眼熟 韩贝塔真的来了 不行我得救他 赵磊一时间焦急万分 看了一眼熊父和熊达等人 都是目录凶光 顿时就更加着急了 他突然做出一个他入坠熊家以来最大胆的举动 韩兄弟 快快点离开 他们请了马三爷来杀你 过头 那个废物坠去今天是发了什么疯 我看他是不想在熊家继续待下去了 爸 陆神医对我们有恩 求你放他一条生物吧 人家都打上门了 还说什么放他生物 你们俩都疯了吧 看着两人焦急不已的模样 韩贝塔心中默默感动 赵磊明明是个入坠的身份 却甘愿冒着五密熊家的风险来提醒自己 没事的 我既然决定了要来 今天就一定要把熊达的双腿拿走 不管他请了什么人作证 兄弟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 熊家真是人定心旺啊 这么多人列队欢迎我 同志们辛苦了 赫满的你总算来了 马三爷 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给我弄死他 原本不怒自威的马三爷 在看清来人的面孔时 却是早已被吓破了 是他 那个斩断自己手臂的恐怖无比的修炼 熊父 这笔钱我不赚了 回头我就把酬金退还给你 马三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能将对方拿下的吗 现在闹这一出又是什么情况 一定是想临时加价 这样 只要你解决这个小子 我愿意再将酬金提高三层 姐姐 命都快没了 还加个极薄的架 求求你们别再拖我下水了 行不行 我双倍酬金赔偿给你们 这个单子我特么的不接了 高手 这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我只是吃完晚饭出来散步 刚好散到了这里而已 行吧 相信你 以后也要乖乖的哦 是是 以后人家会乖乖的 来了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江南省凶名赫赫的地下荣王 在这小子的面前 居然表现得跟个孙子似的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 别管我什么来路 今天我就是来娶你儿子双腿的 你有意见吗 年轻人 奉劝你不要得寸进士 熊家的力量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想必你就是熊家背后的人 不过熊达的腿 我费定了 狗日的还敢吹牛逼 看纯叔怎么整死你 国造 纯叔快救我 混账 好言相劝你不听 既然执意找死 那我成全你 刚才对轰 我竟然有点打不过这年轻人 万不可轻举妄动 你是要靠嘴炮从我手里救人啊 想必你应该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乃江南区武盟基地 四大护法之一 许纯 这个中年男人 居然是江南武盟的人 还是四大护法之一 我们并不是熊家的核心成员 没想到靠山竟然是武盟 既然知道了我身份 小辈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难怪如此嚣张 原来是武盟的高层 这货没敢动我 果然怕了纯叔的身份 韩北塔 我发誓一定要把你弄死 然后把叶青城 那个女人搞到手 慢慢折磨死他 许纯是吧 能将熊达这种畜生保出来 你肯定连畜生都不如 你小子还敢骂 纯叔听见没有 这小子骂你畜生都不如 他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啊 混账小子 我是什么尊贵的身份 连盟主都不曾与我这样说话 你这黄毛小儿对我这样无礼 包庇如此卑鄙乐心的家伙 对你无礼又如何 如果没有你的插手 或许我今日只取熊大的双腿 但是很可惜 因为你的多管闲事 他的狗命 说笑 纯叔救命啊 混账你敢 我的儿啊 你你你 我宣布 你现在已经被列为了五盟的A级通缉犯 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当初不设 刚刚对招几次 这年轻人功力明显在我之上 希望五盟的名头能够震慑住他 A级通缉犯 谁被你的胆子对我下攻击链 如此气势 您是化镜宗师 按理说我应该称呼你一生前辈 但是你却站在了五盟的对立面 拥有这等强大实力 绝对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 乱杀无辜 好大一顶帽子 好一个龙国五盟 我的将士们在边境抛头炉洒热血 结果却养出了你们这样一群中 宝字囊耐用吃拳的蛀虫 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维护正义 你哪来的狗脸 你 许春猛然大惊 此刻在面对韩贝塔的时候 心中居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 仿佛对面真的就是一位盖世无双的王 令他忍不住有种不服跪拜的冲动 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许春 知罪 许春的身体在剧烈颤抖着 却唯独双手四平八稳 生怕有一丝疏忽 就将手中的这块代表着 至尊无上的令牌摔落在地 那令牌一出 障碍神君在此 那就是他们的王 该怎么做 不需要我来教你了吧 许春知道 今天晚上我就回五盟 辞去职位 并且把这些年的所有独职行为 一一共述 任由五盟刑部处置 很好 你儿子不该把算盘打到我街头上 人已经死了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 现在就可以说出来 要是以后让我知道 对我姐姐们搞小动作 你们熊家也不必存在了 既然你默认了 那我跟熊家的恩怨 就从此刻彻底划清 希望你好自为之 好兄弟 谢谢 刚才赵磊冒着被熊家迁怒的风险 劝自己离开 这份情义 韩贝塔是应该跟他说一声感谢 韩兄弟 什么也不必说 以后你要是在熊家受到了欺负 尽管来找我 作为老朋友 我肯定会为你出逃 小贝塔 你都做了什么 韩美集团直接退出护肤品领域了 我还听说之前福利月那个朋友 赵磊 从无人问津的入坠女婿 变成家族重点培养对象了 小贝塔干得漂亮 真是太爽快了 我最近倒是听说将南郡武盟出了些大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极为姐姐安心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我今天不是还要去接四姐王敏宁吗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小贝塔 接到老四就呱呱回来 不要让姐姐们知道你们搞什么小动作 听到了 听到了 天哪 快看那个美女 简直就是初恋女神 是啊 也不知道在等睡 是哪个小子有这种好福气 四姐 真的是你 小贝塔 四姐 这么多年没见 我好想你 臭弟弟 还知道想我 是不是在家里和另外几个姐姐忙得忘记接我了 七姐可是说你现在坏得很 不愧是你啊 四姐 无妖王 弟弟我甘拜下风 我刚坐完飞机有点累 想到附近找个酒店休息一下 今天就不回江城了 四姐 不太好吧 快快快 房都开完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四姐你干什么呀 这样多不好呀 来不及解释了 小贝塔 你快脱裤子 四姐你 你想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 我要检查你的胎记 其他姐姐们不是已经验证过我的身份了吗 你为什么还 嘿嘿 眼见为实嘛 四姐 吃一下你相信了吧 信了信了 小贝塔 那我们睡吧 卧槽 四姐那我来了 你去你的房间睡 我长途飞机太累了 我要休息了 好吧好吧 你休息 我过会儿来找你 我们去吃饭 好 一会儿见 伯父伯母 我来看望你们了 带了点小礼物 聊表心意 明浩来了 家里正要开饭 我们一起吃饭吧 谢谢伯母 我已经吃过了 欧阳明浩进屋 目光却是朝着四周看了一圈 自上次见过叶青城后 他已经无法自拔 这次来就是为了和叶青城 联络感情的 青城妹妹不在吗 那个青城回江城居住了 不过还是会经常来这里 看望我们的 还跟那个姓韩的小子在一起 明浩啊 其实青城的心思 你应该也明白 他只惦记着韩贝塔 我们也劝不动他 所以他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们就不插手了 这两个老逼灯 是把我当傻子耍吗 这话的意思是默许了 那小子和叶青城的事 当初可是你们舔着脸 要搓后我和叶青城的 现在我看上叶青城了 你们给我来这套 伯父伯母 你们慢慢吃 我先走了 看看 都是你干的好事 当初要不是你说 把青城介绍给欧阳明浩 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 现在知道怪我了 当初你自己不是也 默认了我的做法吗 只能怪我们两个 都看走了眼 谁能想到 韩贝塔那么优秀呢 四姐睡得好吗 不瞒你说 我做了个好美的梦 梦到了我的梦中情人 不会是梦到我了吧 少臭美了你 说出来不怕打击你的自信心 我梦见的那个人 一万个你也比不上 谁啊 说出来 听听 我就不信了 哪个傻帽居然比一万个我还强 不得对障碍神君无礼 四姐 你梦到了障碍神君 当然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采访云天神君一次 可是那样的厉害人物 又怎么会是我这种小女子 可以接触到的吗 现在知道我梦见的人是谁了吧 是不是一万个你都比不上 四姐要是知道我就是障碍神君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呢 是是是 障碍神君宇宙无敌第一帅 我当然比不上了 嘿 知道就好 不过小贝塔你也别气馁 在姐姐的心里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弟弟 四姐 就冲你这句话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梦想的 不就是采访障碍神君吗 我绑都会把它绑到你的面前 小贝塔 你吹牛逼的样子 像极了那什么爱情 简直离谱 两人填饱了肚子 然后就像是一对小情侣般 王冰宁开心地拉着韩贝塔的胳膊 逛街 一逛就是两个多小时 小贝塔快看 那种隐秘的楼里 以前就是那些富婆们最喜欢来的 可快活了 四姐 你怎么这些地方都知道 该不会你 臭弟弟想什么呢 因为我是记者呀 经常做暗访什么的 不过我保证 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 我当然相信你 可算是找到四姐变屋的原因了 原来就是在各种暗访的时候 受到了影响 哟 我当时谁这么面熟呢 原来是我们的大美女记者呀 小贝塔 我们走 美女记者 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今天要不要再到我的场子来参观参观 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哦 看这情况 一定是四姐以前暗访的时候 不小心暴露了身份 结果被这个刀疤脸给惦记上了 滚开 如何 小子挺哄了 外形条件不错 要不要考虑来我的场子上班 绝对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处 嘿 你那什么不正经的工作 还好意思叫我弟弟去做 小贝塔我们走 不用搭理这条疯狗 我就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 他敢拿我们怎么样 四姐 听你的 咱们走 小子 你敢偷老子钱包 我们什么时候偷你钱包了 你不要含血喷人 没有偷我的钱包 那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两句话 我的钱包就不见了 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有瓜可以吃 小伙子都被抓现行了 还给人家吧 你们 四姐 你刚才也说了 这是一条疯狗 和这种疯狗有什么好解释的 小子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哦 什么语气 一看你小子就知道没有挨过揍 想在美女面前逞威风 也麻烦搞清楚对象 老子可不是吃素的 去年鸭的 四姐 对付疯狗呢 没必要浪费那么多的口水 如果他想咬人 直接一脚踢开就行了 小贝塔这么粗暴的嘛 不过我喜欢 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 一个青年 默默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甚至在两人离开后 这名青年还跟随了一段路程 直到两人进入酒店 欧阳 有情况 我抓住了韩贝塔的把柄 韩贝塔在外面有别人了 他根本不是真心对青城妹妹 明昊啊 今天路上你还答应不会起冲突 不然我们不会带你来的 伯父伯母 我没有胡说 我有证据证明 韩贝塔脚踏两只船 欧阳明昊 我们两家有事交 我把你当亲戚见一面 否则我都不会让你进家门 欧阳明昊 今天跟着叶氏夫妇突然来访 之前他们的态度 已经明显默许了叶青城 和韩贝塔的关系 但欧阳明昊却不死心 伯父伯母 青城妹妹 你们看这些照片 韩贝塔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 还一起进了酒店 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叶向荣 你宁愿相信韩贝塔那个穷吊丝 也不相信我这个豪门高材生 这两个人拍得如此清晰 明明就是韩贝塔和 韩贝塔和谁 你看看是不是后面那两个人 叶青城手一指 欧阳明昊身后赫然站着两个眼熟的身影 明显就是照片上的男女二人 今天这么热闹啊 家里这么多人 都是来迎接我的 这不是欧阳大少吗 上这儿来打秋风啊 哼 你还笑得出来 都把外面的小情人带回家来了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说话这么难听 欧阳少爷请你放尊重一点 这是我们的四妹 不是小贝塔的情人 四姐 你回来了 什么情况 这屋子里现在有五个风格迥异的爵士妹人 看起来他们好像彼此认识 韩贝塔这他们是脚踏六只船啊 我们一共有七个姐妹 都和小贝塔关系要好 你拍到的不过是小贝塔去接我四妹 卧槽 是脚踏七只船 七个姐妹啊 我的好女婿这么抢手 青城啊 你这竞争压力好大 母亲 别瞎说 我们都是姐弟关系 欧阳大少 看来你这是白跑一趟啊 你们合起火来耍我是吧 小丑竟是我自己 恕不奉陪 韩贝塔 你脚踏七只船 早晚有翻船的一天 不熬您费心了 你给我划船不用讲 全靠浪 小贝塔 看看我的修炼成果 我现在已经是修炼者了 三姐你真是天赋一比 进度飞快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慢 有没有那种 就是小说上说的那种 双修的风势 叶儿姐你 爽文看多了吧 三姐 小贝塔 你们偷偷地躲在房间里面 干什么坏事呢 加我一个 加我一个吗 你们两个最调皮的姐姐凑一起 我还不被调戏封掉 此地不宜久留 你们聊 我先溜了 四妹 我跟小贝塔聊得好好的 你跑进来干什么 把我的好事都给破坏了 嘿嘿 三姐对不起 我道歉 下次 还敢 王冰宁 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 怎么了 三姐 你还记不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跟你提到过的那个齐鸣吗 记得 那不是你还没来得及恋爱 就劈腿的初恋男友吗 我记得某人还跑回家里来哭了好久呢 王冰宁在大学时候 有过一段恋情 属于还没开始就结束的那种 当时学校里有个叫齐鸣的男生 长得高高帅帅 又是学生会长 追求过王冰宁 但是出于女孩子的矜持 没有立刻答应 过了个把星期王冰宁正准备答应齐鸣的时候 却得知她的一个闺蜜已经跟齐鸣在一起了 哼 我没有哭很久好吗 一个星期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根本就是广撒网 你怎么会突然提起那个渣男 唉 她来江城了 说想见我一面 我就说四姐怎么总说爱情是个不靠谱的玩意 原来是受过情伤呢 嘿嘿 太有意思了 小贝塔 你要死啊 怎么可以偷听姐姐们说话 赶紧出去 四妹我认为 你要是不去见一下那个渣男 他肯定不会死心 可我 先听我说完 那个渣男找你 肯定是想跟你就情妇人 可要是你带一个优秀的男朋友过去 你觉得会不会把他气个半死 我哪里有男朋友呀 这不就是一个县城了吗 马上就见他了 小贝塔 你赶紧想一个身份 最好是一开口就能把对方唬住的那种 像什么青年企业家代表啊 江城明依啊什么的 都可以 保准唬住他 四姐你就放心吧 冰宁 这么多年没见 我好想你 叫得这么亲热 确实这人有几分姿色 怪不得四姐庆心 而他旁边坐着这人恐怕是个修武者 让修武者当保镖 这小子身份不一般 冰宁 这位是 他是我的男朋友 嗯 冰宁 我怎么听你大学的朋友说 你没有谈男朋友 大学的朋友 难怪你拿到我的电话号码了 我是最近谈的恋爱 你有意见 冰宁以前在我们学校的时候 可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还记得那年冬天 我们整栋男生宿舍楼都流传着一句话 天太冷 心都是冰冰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只有足够优秀的男人 才能俘获冰宁的芳心 不知道这位兄弟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说出来也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你好 我是藏爱神君 小贝塔 你疯了 不是你说的 来个牛叉一点的身份把对方震住吗 藏爱神君这个身份还不够牛叉吗 你看对面那家伙都已经被震得说不出话了 你气死我了 让你编个牛叉点的身份 但是没让你胡说八道啊 齐鸣哪里是被你震住了 分明就是觉得你有毛病 冰宁 你该不会是为了弃我 故意请来这么一个逗笔的演员 来假扮你男朋友吧 你胡说 别臭美了你 我怎么可能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只要一说谎 就开始接吧 你少来这套 他就是我男朋友 你干嘛 这种傻不一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 冰宁 你为了气我 竟然亲这个臭角色 齐鸣 你想多了吧 当时是你的闺蜜告诉我 你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所以我才选择了你闺蜜 就因为这样一个误会 你转头就跟我的闺蜜在一起了 我今天找到你 就是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冰宁 其实我们可以重来的 你不必再说了 我对你早已经好感全无 今天来见你 只是对过去有个交代 冰宁已经名画有我了 你就不要电机了 咱们走 嗯 吃吃癞蛤蟆 也妄想吃天鹅肉 没说 帮我干掉刚才那小子 少爷 别忘了我们来江城的目的 我当然记得 不就是请那位神医去给爷爷治病吗 只要我们开得起家 就不怕情不动人 少爷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行了 明叔我知道 正是要紧 等我们先去找了那位神医 把事情办妥后 我再去找那小子算账 嘿嘿嘿嘿 你就是最近盛传的江城神医 不是我 那是我老师 搞得神神秘秘 赶紧让他出来见我 这人是谁 如此嚣张 老师不在 你们改天再来吧 什么态度 人不在 你不会打电话 老先生 麻烦你给你老师打个电话 我们真的有急事 请求神医帮忙 行 那我试试吧 我老师正在忙 如果急的话 他立刻就赶过来 如果不急 就等他忙完手头的事就来 嗯 既然让我等 不就是个破狼钟吗 告诉他 再不回来 我就把这心灵堂砸了 少爷不可无理 我们是来求人办事的 你要是再赶过来 可别怪我带老爷责罚你 可恶 明书名义上是我的保镖 事实上 他的极佳地位很高 作为修武者 不光是保护我 其实是来管束我的 我倒要看看 是谁想砸心灵堂 老师 您来了 老师 难道这个少年 就是江城的神医 这不可能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江城神医 齐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他妈开什么玩笑 一会自称障碍神军 一会自称江城神医 我看你是神经病 还差不多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赖 这位韩北塔先生就是我的老师 你真是狗眼看人低 可恶 行敌竟是我求的神医 不过他要是治不好 我爷爷 岂不是可以趁机做掉他 神医 我们这次来江城 是想请你鞋蟒金灵 帮我家老爷子治疗腿伤 只要能把伤治好 枕筋随便离开 哼 我不缺钱也不图钱 谁跟你大老远的跑去金灵 有病不会自己上门来看啊 还有 你家少爷还想砸我店 真当我是泥巴做的随便难免 是修武者 身体已经达到化境宗师 韩神医 是我们冒犯了 明叔 你这是快帮我干这个臭小子 你给我闭嘴 他奶奶的齐鸣 就知道那小兔崽子 城市不足败是有余 这次自告奋勇去江城 明显没别什么好辟 明叔将齐鸣惹怒了江城神医 且这位年轻人 还是化境宗师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齐家老爷子齐苍兰 让齐苍兰务必 本人来一趟江城求医 齐苍兰将齐鸣骂过一通后 立刻遣人送自己来到了江城 盈盈 我知道错了 不成器的东西 你要跪的人不是我 阿明 带他去姓灵堂罚跪 是 家主 这两只讨厌的苍蝇怎么又来了 赶紧出去 姓灵堂不欢迎你们 于洪文看到门外来的齐鸣和明叔 气不打一处来 没想到齐鸣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老先生 非常抱歉 我这孙子无礼 之前冒犯了你和你老师 我已经训斥过他了 这次就是专门带他过来赔礼道歉 跟我道歉没用 给跟我的老师道歉 想必您就是寒神医吧 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有为 我这不孝的孙儿之前多有冒犯 希望您能原谅 起来吧 别挡着别人看病 哦 还不赶紧谢谢寒神医 谢谢寒神医 谢谢寒神医 你的腿 我想要治好 轻而易举 真的吗 恳请神医出手 早点让你那个龟孙子态度好点 至于如此嘛 念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的这条腿能好 谢谢神 先别急着感谢 我只是说你的腿能治好 但是给你治疗的人不是我 而是我二姐 小贝塔你别闹 我能行吗 二姐你医术也不赖 已经从我的身上学习了不少针法 但是缺乏实践经验 感情是要拿我当小白鼠吗 要么不治 要么被练手 这都是在给齐鸣那个不孝的小子赎罪吧 我愿意 三姐 怎么了 小贝塔 陪我去一趟叶强卫酒吧 咋了 燕二姐 你不是已经当起了甩手掌柜吗 难道是去买醉 莫非你也跟四姐一样 受了情伤 情伤你个头啊 快点过来 到底啥事啊三姐 小贝塔 反正我的杀手身份已经被你知道了 所以就不隐瞒你了 这次我要去见一个人 是我在暗影阁的上线 代号鹰眼 小贝塔大晚上不回家 又去拿鬼换了 我作证 柳芽从姓名堂 直接带着小贝塔去酒吧了 燕二姐怕不是偷吃吧 嘿嘿 小贝塔体力不错呀 这么晚才回来 我觉得不一定是燕二姐的问题 小贝塔坏得很 姐妹们 我发誓我和小贝塔清清白白 今天是找她去帮我处理事情了 对对对 几位姐姐放过我吧 燕二姐 是不是只要把那个阴眼干掉 就没有人知道你的杀手身份了 对 目前只能是这样 自从柳燕儿师从韩贝塔成为修炼者之后 无心打理酒吧 暗影阁的杀手工作更是没有继续 多次违抗暗影阁委派的任务 这次可能是真的惹怒了暗影阁 叶强威 你想退出暗影阁是不可能的 当叛徒的下场通常都很惨 你要么继续忠于组织 要么只有成为一具尸体 话不投机半句多 出手吧 你何时成为了修炼者 我的是与你合肝 今天你必须死 通袭 嗓门挺大 实力去不咋地吗 是你让这妮子变成修炼者的 杀了我 暗影阁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家的那些女人 下场也会很凄惨 为了姐姐们的安危 把暗影阁图光又如何 好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杀手组织了吗 这些年一直都在查我自己的身世 但是一无所获 唯一的一个记忆点就是 暗影阁 身世 这么些年 我对于我和七位姐姐的身世 一直疑惑不已 听从师父的话没有调查 没想到姐姐们 其实自己暗地都在调查 我以为加入暗影阁 可以查到一些线索 可是这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使用代称 我想要网上面查 难如登天 至于什么身世问题 去贪娘的吧 我只要有你 还有其他的几个姐妹 就足够了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对啊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毕竟我们小时候 是拉过勾发过似的 你是不是还想说 要娶姐姐们为妻 我哪有 如果我们七个姐姐当中 你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谁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小时候就多想要 长大了还会做选择吗 当然是你啊 骗人 你应该我们有那么多次机会 嗨嗨 燕儿姐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快点回家吧 咱们 折腾了好一阵 几位姐姐才终于放过韩贝塔 各自回房睡下了 韩贝塔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可是突然间却听见这样一声 房门被人打开 然后就见一道歉语捏手捏脚的溜了进来 四姐 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四姐这是梦游啊 小贝塔 不可以 不可以的 四姐这是做什么梦了 梦到我了 以后一定要锁门了 这可怎么睡 不知什么时候王冰宁已经离开了房间 韩贝塔还是一夜无眠 直到第二天早上 韩贝塔才走出房间 昨天晚上睡得真香 一睁眼就到了天亮 咦 小贝塔 你也醒了 行 我就特么没睡着过 嗯啊 但我睡得不太好 感觉昨晚好像被鬼压床了 早餐做好了 快吃饭吧 回来这几天真开心 都有点不想离开了 四姐你要走吗 工作吗 哎 没办法 我明天还得出国一趟 我这次可是专门为了你 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回来的 你就说感动不感动吧 感动感动 感动吗 昨晚我根本不感动 你出国是为了调查一桩 积极国王绑架案 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有调查出结果来 这不是积极国王调皮吗 四姐的眼中有一丝忧虑 此次的任务绝对不一般 四姐 你能不能不离开 我有点舍不得你 我也舍不得你啊 小贝塔 可是姐姐有任务在身 放心好了 我只去一个月 很快就会回来的 四姐你等会 这没平安符 只要你对着她喊我的名字 就会有好运发生 这啥平安符 也太难看了 平安符 也就是意念法阵 韩贝塔总共制作了七个 正好一位姐姐一个 现在只剩下五姐和六姐没有送出 只要姐姐们对平安符念 韩贝塔的名字 韩贝塔就能短暂感知出 姐姐们所处的位置 以及周围的情况 送完王兵临去机场之后 韩贝塔去了一趟江南五盟的地牢 神军殿下 许纯 我现在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去保护我四姐 但是不能惊扰到她 直到我四姐安全回国 我恢复你的自由身 愿为神军殿下鞠躬尽瘁 此而后矣 韩贝塔你必须拿下 生你煮成熟饭也要嫁给她 我确实喜欢韩贝塔 但是这会不会太主动了 傻丫头 这么优秀的男人你不出手 就会被别人抢走 爸爸已经给你想好了办法 你这样这样 沈姑娘 我真的能来你们大学说课吗 当然可以 韩神医你的医术这么高超 正是现在的年轻孩子们需要学习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很乐意把我的医术 交给更多的人 开课的事情韩神医不用担心 沈家已经安排好了 你有时间随时可以开课 都要成为同事了 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以后就叫我韩贝塔吧 现在开始就可以叫名字了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了 你在想什么 笑得这么开心 没有没有 那韩贝塔 以后也别叫我沈姑娘了 叫我静怡吧 两人正聊着 没发现周围早已围了不少人 沈静怡是沈家的千金小姐 不去继承亿万家财 全凭个人兴趣来江南大学授课 学校有不少男老师将沈静怡当作高不可攀的白天鹅 这人是谁 怎么和我的女神如此亲近 马少就算了 怎么这屌丝也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沈老师 这是你的学生吗 韩老师只是比较年轻 不过马上就是咱们的同事了 韩老师 我带你在学校转转 可恶啊 沈静怡肤白貌美 家财万贯 要不是碍于马三爷的威慑 谁不想入罪豪门一飞冲天 这个韩老师穷屌丝一个 看这回马少爷怎么弄死你 马少爷 学校来了个新老师 这臭小子趁您不在 和沈静怡走得很近 你做得不错 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会关照你的 马少爷这反应不对啊 不应该像以前一样 直接带人来做了这小子吗 谢谢马少 以后我会继续做好您的狗腿的 父亲 竟然有不要命的在学校染指 韩贝塔的女人 这件事可以成为我们 一俩表中心的机会 对了 你现在不会还惦记 沈家那个小丫头吧 上次差点被韩大佬打死 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了 很好 韩前辈 您的女人被人纠缠了 需要我为您除掉那小子吗 我的女人 你说的是哪一个 卧槽 哪一个 韩贝塔 你女人挺多啊 就是沈家那个小姑娘 江南大学来了个新老师 和她走得很近 刚刚才和沈静怡在学校逛一圈 这个新老师恐怕说的是我 是哪个狗腿通风报信的这么快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打了他 可惜我不再省城 你赶紧过去把那小子给揍一顿 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别令 保证长死那小子 你可真懂 新老师不就是你吗 你让别人来打你自己呀 你都听到了 我就是想看看这几个狗腿的笑话 既然要演戏 那就得演得逼真一点吧 我看你是想借着演戏的名义 对我涂抹不轨吧 你讨厌了 韩贝塔 我喜欢你 放开那个女孩 你们快看 我说的没错吧 那小子果然不老是 该死的东西 还不赶紧把你的猪蹄 从沈老师的身上拿开 我就说消息怎么走楼的这么快 原来是你这个红眼病打的小报告啊 王八蛋还敢顶嘴 知道你招惹的什么人物吗 你死定了 打我们的 且贝 真是抱歉 没想到江南大学那个新来的老师 就是您 卧槽 这小子是谁 怎么还能让马三爷对他点头哈腰 且贝 那个冒犯您的狗东西 该怎么处理 要不要我把他扔到江里去喂鱼 不过就是一个红眼病小角色而已 还没有到要生要死的地步 饶他一命吧 遵命 谢谢大佬不杀之恩 谢谢大佬 韩神医 大家光临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韩贝塔 你先做会 我去洗个澡哦 这里是你家 你想洗澡随时都可以 这么一说 感觉你是别有用心 韩神医 江南大学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能来任教室我的荣幸 对了 上完课都到大晚上了 再回家也不方便 所以擅自帮你在柳江公寓租了一套房 里面的生活用品我都帮你备齐了 我给你租的是502 而501正是沈静怡的房间 502的钥匙我也给了闺女 到时候她说走错了房间 后面就 沈静华这老头子算盘太响了 我就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招来吧 行吧 既然你房子都租好了 那我就看得住吧 好的好的 先坐下吃饭吧 饭桌上 沈家妇女找遍各种理由给韩贝塔敬酒 韩贝塔也是饶有兴致看他们俩想做什么 一杯杯把酒喝下 最后顺势装醉倒下 嘿嘿 女儿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爸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太卑鄙了 万一韩贝塔醒过来后 觉得我们是在算计他 不开心了怎么办 什么算计 明明是韩神医自己喝高了 稀里糊涂跑到你房间里面去的 你加油 我先走了 贝塔 其实我是不想用这种方法得到你的 唉 可是 你身边的女孩子都太优秀了 我怕 这小妮子今晚这是要办了我呀 我到底是装睡任由她摆布 还是奋起反抗呢 在线的挺极大 同学 你长得跟我下一任男朋友好像 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同学抱歉 我姐姐们不让我跟陌生女孩说话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没有觉得你很帅 几美们谁懂啊 心动男生竟是节管炎 下头难 退退退 我身上明明有那么多的闪光点 可居然只看到了我俊俏的皮囊 真是肤浅 真是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也有为人师表的一天 站在教室的韩贝塔心中感慨着 只见教室里三三两两 做着一些亮丽的身影 顿时令她眼前大亮 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打扮前卫胸前鼓鼓囊囊的 不知道偷偷藏了些什么东西 应该是担心听课的时候会饿着 藏的大白馒头吧 不对 进来的这些人似乎并不怎么高兴 什么破中医课 非要每个班牌代表来 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是说啊 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操场看哥哥打篮球 我特么带着对象去钻钻小树林 虐虐单身狗不香吗 非选我来上什么中医兴趣班 真特么蛋疼 好来老狗 不疼不疼 好你个小贝塔 一晚上没回来 我这次一定要告诉大姐 看她怎么收拾你 我错了三姐 昨晚是特殊情况 你听我解释 小贝塔 子弹都上堂了 你居然还能忍住 等你回来我要给你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我的好姐姐 你就饶了我吧 马上就要上课 我先挂了 同学们好 我就是练习时长两年班的中医兴趣班老师 我叫韩贝塔 家人们谁懂啊 无语死了 下口难尽是我老师 看你年龄应该还不如我们大 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呀 我知道你们都不是自愿来的 也对我的水平有所怀疑 你知道就好 那就赶紧宣布下课吧 学校抽什么疯 让你这种小白脸来给我们上课 九四九四 赶紧下口 我还有嗓一滴想物要看 哼 这俩人都挺刺头啊 那就先拿你们开刀 你们只需要坐在这里 听我讲十分钟 十分钟后随时可以离开 切 真的假的 你该不会是想等我们离开后 偷偷打小报告 让学校扣我们的学分吧 我可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韩贝塔 不懈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哦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听十分钟 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很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开始了 不过呢 有些玩意嗡嗡嗡地打扰我讲课 实在太不懂事了呀 话音落下的瞬间 韩贝塔手中的银针飞射了出去 众人一阵愕然 他们并没有看清楚豪针飞行的轨迹 只觉得这个老师的精神可能有点问题 卧槽卧槽 老师牛批啊 卧槽 你们看 墙壁上深深地嵌着几根豪针 最恐怖的是 每一根豪针上面都插着一只苍蝇 卧槽 怎么可能 二三十米的距离 用豪针刺中苍蝇 而且还是同时刺中了好几只 这你嘛 演电影呢 老师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再给我们亮一手吧 我们刚才都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 对呀对呀 老师 你再飞一根针给我们看看 我这里正好掉了一根头发 卧槽 老师牛批 明明都是大学生了 怎么还这么没有文化呢 你们就不能再来点其他的词语夸夸我吗 老师 你好棒 快看这里 用你的针 瘦我 老师看这里 瘦我瘦我 几位姑娘 自重啊 老师我可是个正经人 什么玩意 你到底是来讲中医的 还是来耍杂技的 如果是来耍杂技的 我觉得你应该去马戏团 而不是来这里带坏我们学校的风气 这位同学 劳烦你说清楚 韩老师怎么就带坏我们学校的风气了 学校是读书的地方 他刚才的行为 跟在校园里面耍刀弄枪有什么区别 这不是带坏风气是什么 酒死 我得爱朋友搜地怼 我觉得这位同学说得很对 我是来学校传授中医知识的 不是来耍杂技的 那么我们就来讲点跟中医有关的内容 就从你开始吧 什么从我开始 你有病 你特不说什么呢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便秘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看你才便秘 老子的身体不知道有多好 这王八蛋老师有这么什么 隔这么老远就能看出我的问题 你敢不敢站起来让我看一下 站起来又怎样 我还怕你不成 我从你的面色可以看出 你的消化倒出了问题 应该是平时辛辣的东西吃多了 从而导致尝到干涩湿润 经常便秘 你放屁 冲息 你干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帮你疏通了一下肠胃 我肚子这是怎么了 同学们快跑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要出现了 你他妈是不是故意整我的 二叔就是他 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面 还害我把女朋友绷成了这个狗样子 死亚猪人 你要给我祖猪啊 韩贝塔 别仗着会点医术就为所欲为 这里是学校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带学生 教导处主任是吧 怎么带学生还不用你来教 我还有一节课要上 就不奉陪了 你你你 自从韩贝塔当了老师之后 先是展现了但无续发的非真绝技 又以治疗病例为由 收拾了捣乱学生刺猬头 江南大学的学生对他崇拜不已 韩老师 我把我男朋友也带来听你的课了 他开始还不肯来 我就用分手威胁他 韩老师 我闺蜜看了我发的朋友圈 非得跟着我来听你讲课 甩都甩不掉 怎么回事 都给我回座位做好 上课没有上课的样子 韩贝塔 你要是在这么纵容学生 这课就不要上了 今天进了这个教室的人 都是学生 所以别在我的面前耍什么威风 如果有谁不愿意听 或者质疑我的教学方式 就给我滚 混账 你这不知道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当不了老师 我好怕怕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去当校长 我看校长都没你厉害 就是校长在这里 我也照样不放在眼里 今天这节课这么热呢 行 校长 您怎么来了 待会再给你算账 韩神医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 挺不错的 这些学生都很可爱 对了 李校长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听说韩神医的讲课方式很有味道 我就组织了几个教职工过来学习学习 顺便组团这些家伙看个并 我可说不起被江南大学的教职工学习 咱们教务处主任都不打算让我当老师了 韩神医者说的什么话 不愿意学习的 也不要当我江南大学的教职工了 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就讲到这里 课间休息一下 韩老师 我觉得你刚才的课讲的实在太好了 我有那么一两个小问题 能请教一下你们 可以的 请说 这楼 这楼人太多了 那我们到外面去说 韩老师 我刚才听你讲课 讲到了沈阎沈阳 觉得太有意思了 正好我有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一点点问题 有一点点快 有多快 一二三 没打 好家伙 这就要一点点快 这样吧 等下半堂课结束之后 我给你留一个药方 你先吃着看看 谢谢韩老师 就在这名男老师欣喜若狂的离开后 又有一名老师找到了韩贝塔 韩老师 我刚才听你讲课长到了细阴细阳 觉得太有意思了 咦 这台词好像有点耳熟啊 直接说吧 什么问题 有那么一点点软 韩贝塔以同样的说词打发走了他 可是紧接着 可恨的教务主任也来了 韩老师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课前不应该质疑你的教学方式 我认真的听了你的讲课 觉得你讲的实在太深刻太透彻了 尤其是关于慎阴慎阳的问题 说吧 你那方面有什么问题 嘿嘿 有一点点突 怎么了 韩老师 突不能治吗 不是不能治 而是我有点好奇 突然你那么在意干什么 不是我在意 是我老婆在意 不好了 有人要跳楼 听到呼喊声韩贝塔抬头看去 不远处的一栋教学楼上 一道人影爬出了护栏 摇摇晃晃的 随时都有可能跌落下来 韩贝塔哪里还有心思在跟主任废话 如立剑般朝着教学楼飞奔了过去 爸爸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自己 永别了世界 韩老师 你怎么这么快 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跟前 你来得正好 把她送去医院 顺便给我查查 这女生为什么跳楼 收到 弟 怎么回事 她怎么使唤我使唤的这么顺手 而我好像也不讨厌 嘿嘿 校方说那个女学生是失足跌落的 但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这个孩子是李欣 是我班上的学生 那你一定知道事情了 唉 李欣家经不好 三个月前 她的父亲甚衰竭住院 治疗费用昂贵 她非常缺钱 你爸的医药费 就是打五份工 你也凑不齐的 我这有个路子 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必须要做一点牺牲 你懂得 可是可是 只要能救我爸 我干了 你这么想救对了 等一下你就去地豪俱乐部 雕撒在那里等你 嘿嘿嘿 来了 只要你乖乖听话 事后一定会给你一大笔钱 哈哈 又蠢又蠢 以后就得多来几个像这样好骗的妞 雕老板 你看这个钱是不是该给我了 什么钱 大爷 我根本没被伺候好 这里都是摄像头 你要是胡搅蛮缠 就让江南大学所有人都看到你的士兵 你 你怎么能这样 大爷 我一直这样 就是这样 李欣觉得自己没脸见父母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救父亲 所以昨天才 雕撒真该死 李欣他太傻了 他也没错 错的是哪个地豪俱乐部的雕撒 他一定会遭报应的 报应 等天说是他太晚了 隔夜愁 在我韩北塔这里根本不存在的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大姐跟失散二十年的家人相认后 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家做客 而大姐的亲弟弟好像不怎么欢迎我 叶无敌 这是小贝塔 也是我弟弟 不过他比你稍大一点点 所以你得叫他哥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本少爷叫他哥 无敌 怎么和你贝塔哥说话呢 少爷我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突然多出一个姐姐 也就算了 毕竟有血缘关系摆在那里 可这个叫韩北塔的家伙怎么回事 他也配让我叫一声哥 对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不应该叫我哥 你应该叫我姐夫 姐夫 哎 不错 真上道 多叫几声姐夫来听听 姐夫高兴了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没听出来我刚才那句姐夫 是用疑惑的语气问出来的吗 你还真不要脸 姐 这货真的是我姐夫 他 叶清诚刚想说这是小韩北塔在逗你玩呢 忽然就见韩北塔 把一个大步上前一巴掌打在了他身上 看到没 如果我不是你姐夫 敢这么善你姐吗 对 吴迪 他就是你姐夫 你要记住他这张脸 就算他化成了灰 也是你的姐夫 伯母 我们这是在闹着玩呢 什么闹着玩 我不管 我只相信我刚才的所见所闻 不是要当我们吴迪的姐夫吗 你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对线 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去 这是要逼宫的节奏啊 伯母 我发现自从我把叶伯父的病治好后 你的面色真是越来越红润了 身材也越来越好了 这个混小子 怎么能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说这些 看来是对我刚才逼宫的报复 脱了韩北塔的福 叶向荣现在真的是生龙活虎 夫妻感情也是迅速升温 好了不说这些 咱们开饭吧 阿姨 你们先吃着 我接个电话 神君殿下 您要的人已经访来了 大佬饶命啊 我到底做了什么 惹到您了 做了什么 欺辱女学生 还威胁人家 逼得人家跳楼 你说你做了什么 大佬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还想有下次 神君殿下 人怎么处理 挖个坑 来了吧 收到 乖贤侄 京城 正好我有件事情 要跟你们说一下 明天中午 欧阳素邀请我们一家子 去他那里吃饭 欧阳素 就是欧阳明浩的父亲 欧阳家的当权人 跟叶向荣的关系极好 这次他们还特意嘱咐了 要把你们两个带上 我吗 还有我 韩北塔一阵诧异 如果说把叶清城带上 还能够理解 可是自己明明跟欧阳明浩有过节 怕是在想着法子 让自己出丑吧 索性去一趟 看看到底刷什么花招 京城 这是你欧阳叔叔 欧阳叔叔你好 京城侄女果然是貌比天心 军国京城 怪不得我家小子老是惦记着你 真不愧是江兰的女儿 这基因遗传得真好 你就是韩贝塔 是 你好 韩贝塔目光平视 声音平淡 把不卑不亢四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在欧阳素看来 却觉得这小子太不懂理说 简单的跟欧阳素打完招呼后 韩贝塔不再废话 而是静止和叶青城几人出去玩耍去了 怎么样啊老素 是不是对那小子的印象非常不好 其实我们当初也跟你一样 看来里面有故事 反正现在离饭点还有一段时间 不如说说看 其实吧 什么 韩贝塔是一位修武者 而且将成的那位神医已是他 如此说来 我的儿子拿什么跟他比 是啊 这些话 我们不好直接跟名号说 怕打击他的信心 所以才趁今天这个机会 跟你把其中的误会澄清一下 人家确实有狂傲的资本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在东阳留学的时认识的朋友 名叫确信炎子 是位非常厉害的空手刀高手 你们好 又喝 这东阳鬼子有那么一点意思啊 朋友 我听得懂一点中文 请你不要叫我鬼子 不然我会生气的 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明号哥 这鬼 东阳朋友 是你请过来一起吃饭的吗 是的 没错 欧阳明号说着 嘴角却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你跟我打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 确信炎子是我的朋友 听说你的功夫很厉害 所以想要切磋切磋 并无恶意 韩贝塔 你不会怕了吧 说是请自己过来吃饭陪礼 原来是在这里挖了个坑等着自己呢 抱歉 我没心情跟你打 你这个没有脑子的蠢货 被人当枪使了都还傻乎乎的不知道呢 よし 韩贝塔说得太快 确信炎子只听懂了一半 欧阳明号不动声色 用巴嘎国的语言说了两句 这是在鄙视你 说你的空手倒不堪一击 巴嘎 你太过分了 今天必须跟我打 你小子行啊 这翻译官当得真是合格 不去当汉奸真是去才了 不等欧阳明号回话 韩贝塔只是右手 然后落下 接着就见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 四周的裂缝像是蜘蛛网般蔓延了开来 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寂 我这一脚只用了半程的功力 你敢不敢见 龙公 好可怕 我要回巴嘎国 确信颜子被韩贝塔展现的武力吓得直接跑路 一旁的欧阳明号也被吓尿了 只要不是个傻子就应该知道 这是修武者才具备的力量 悟草 姐夫你太牛逼了 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 你小子强头草啊 变脸真快 不过我可不是你姐夫 嘿嘿 姐夫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妈都说了 就算你化成灰 也要记住你这张脸 你永远都是我业无敌的姐夫 最终在欧阳素家里吃的这顿午饭还挺舒服 欧阳素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完完全全就是把韩贝塔当成了大叶工程 小贝塔 既然你能教柳依儿修炼 不如也教教我呗 怎么清承洁 你现在也对修炼感兴趣了 听柳依儿说挺有意思的 我也想试试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而今天我将见到朝思暮想的五姐 原来这就是成为修炼者的感觉 身体确实比以前舒服了许多 咦 小贝塔 你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姐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修炼天赋有多恐怖 居然一个多小时就凝练出了真气 很恐怖吗 老三柳依儿用了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 那我确实比她快那么一丢丢 嘿嘿 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开心 仅仅只是有点开心吗 这可是万中无一的天赋啊 韩贝塔被几个姐姐恐怖的天赋 深深的震撼住了 她早就看出这些姐姐们不简单 当初她们能来到自己身边 估计就是经过了千挑万选 这是一盘大棋 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把一切都布局好了 我那神龙见手不见尾的师父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得找到这老子吗 对了小贝塔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五姐就要回来了 真的吗 五姐知道我还活着的时候 反应是不是无比激动 呵呵 她只回了一个字 哪个字 哦 她就回了一个欧字 是不是很惊喜 惊喜个屁 好你个五姐 我心心念念着你 可是你倒好 知道了我还活着居然只回复了一个欧字 我怎么感觉你跟其他姐姐比 一点都不在乎我呢 小贝塔呀 小贝塔 你现在知道姐姐我对你有多好了吧 可不是所有的姐姐都会像我这样宠着你哦 是是是 还是大姐对我最好 为了报答你 我决定帮你双修体身修为 是小说上说的那种双修吗 没错 就是那种 小混蛋 你找打 转眼间一个星期过去 五姐还是没回来 韩贝塔白天去姓灵堂坐堂给患者看病 晚上就帮大姐三姐修炼 两位姐姐的天赋也是恐怖如斯 不断突破 这天姓灵堂来了几个奇怪的病人 只见这几个患者的眉心处 都笼罩着一层青紫色的煞气 普通的药或者针灸无法去除 韩贝塔只好施展出道法 帮他们把煞气去除干净 得知这几个患者都是来自永溪村 而且都是在喝了村里的山泉水后 才出现的身体不适 韩贝塔决定前往永溪村看看 永溪村四周群山环绕 暂时还没有受到现代化工业的污染 从山间流出来的泉水完全可以直接饮用 这么多年 永溪村的村民都是这么喝过来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这些村民在喝过山泉水后 或多或少都感觉到了一些身体不适 韩贝塔在简单了解过情况后 就独自一人进了山 最终在接近源头的一个山洞里面发现了端倪 一股强大的邪煞之气 正从那山洞中散发出来 难怪这小村中的水源会被污染 原来是这邪灵器作怪 当韩贝塔准备将那件邪灵器取走时 忽然凭山洞的另外一端飞针而来一道歉意 抢先一步把邪灵器拾起 抱歉 是胆先拿到的 先走一步了 五姐 你是谁 五姐 是我 小贝塔 还真的是你啊 小贝塔 我还以为是哪个坏蛋要跟我抢宝屋呢 这个反应不对 果然像大姐说的那样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 要知道当初四姐见到自己的时候 可是激动的搂着自己的脖子 啊呀的叫个不停 五姐 你跑这里来是庞人祖坟吗 小贝塔你胡说什么呀 什么庞人祖坟 我去的都是些无主之木 而且我又不是去做坏事 只是为了收集邪灵器而已 难道师伯没有带你去走过墓吗 师伯 五姐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哪有啊 你师父不是天玄子吗 我师父是天妙子 他们是师兄妹关系 那你师父不就是我的师伯吗 刹那间 韩贝塔整个脑袋都是骤然一阵嗡鸣 双眼瞪得奇大无比 她似乎曾经听老道士师父说过她的道号 确实是叫天玄子 之前还以为老道士师父是个孤寡掌门 可是五姐的一句话 却让她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你的意思是 我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宗门 而你 按照辈分来说 是我的师妹 姐姐变师妹 这么刺激的吗 确实是这样的 那你还不赶紧叫我师兄 本来还以为楚遥会生气 谁知道她居然真的有模有样的双手在胸前一口 楚遥见过师兄 再叫医生来挺挺 师兄好 再叫医生来挺挺 小贝塔你是不是非得要逼我发火 别忘了 俺是你姐姐 叫姐姐 五十遍 果然出来混 迟早都是要还的 五姐 这么说的话 你早就知道了我还活着的消息 当然了 我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了 不过师父也说了 关于你的消息暂时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所以我一直都瞒着其他姐妹呢 听楚遥这么一说 韩贝塔心里顿时就好受了一些 开始的时候还以为五姐不在乎她 原来是因为她早就知道了自己还活着 当然也就不会像其他姐姐一样 见到自己是那么激动 对了五姐 你说我们是有宗门的 那我们的宗门叫什么 宗门地址在什么地方 还有你知不知道我师父现在在哪里 真不知道师伯这些年在干什么 居然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这老杂毛就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一个人 好吧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宗门地址我也不知道 师父没有告诉过我 至于师伯在什么地方 连你这个亲传弟子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会知道 所以你到底回答了个啥 不过你也别气馁 至少我知道咱的宗门名字啊 我们的宗门叫什么 天道宗 天道宗 对 长天下之大道 切万灵之天机 天道宗 天道宗 这名字还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这也叫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 甚至还感觉有些羞耻 就连我师父也说了 外面那些人 天天喊我们鸡鸣狗到宗 师父还说了 在外人面前轻易不要暴露了宗门的名字 否则很容易就会被人给打死的 这是赤裸裸的极度 他们越是极度 就说明咱这宗门未来的希望越大 天道宗 想想我都觉得心潮澎湃 就是这个小牛 把我们老教主的墓给挖了 还盗走了不少邪灵器 今天非得把你钉在老教主的坟前 祭奠老教主在天之灵 五姐 你不是说只盗那些无主之墓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挖错了 不过也不冤 他们邪灵交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经常拿活人来修炼 手段极为残忍 这次不小心挖了他们老教主的墓 是他们的报应 五姐 你真是正义的华山 嘿嘿 师兄过奖了 不过现在不是你拍马屁的时候 我们得想办法溜出去 这五姐一直在山上修炼 心思比我还单纯 哪句话听出我是在夸你了 不是我说你啊五姐 你这也太怂了吧 都还没有跟这几个小喳喳交手 你就想着逃跑 你懂什么呀 我们天道宗的宗只是万法莫辩 顿自为先嘛 差点忘了 师伯连我们有宗门都没告诉你 你不知道很正常 堂堂天道宗 怂成这个鸟样真是犹如宗鸣啊 当然不能忍 今天我就要为天道宗证明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机缘巧合下 我竟然见到了分散十五年的五姐 小贝塔 咱们不是对手 快跑 五姐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你继续 修炼者 我们怎么会惹到这种级别的敌人 五姐你快看 我一个人已经把他们都包围了 要不要给你让一个人头 小贝 得罪我们邪灵叫你会死得很惨很惨的 想跑 问过我没有 你怎么成修炼者了 你不应该和我一样是修道者吗 嘿嘿 不止我是修炼者 大姐和三姐在我的帮助下也成了修炼者了 不行 我也要让小贝塔帮我变强 大姐三姐都成修炼者了 我修为再不长进 那我还混不混了 师 师兄 你是怎么让大姐三姐变成修炼者的呢 我也想 这个简单 就是跟我双修呀 双修 你个等徒子 怎么能这样 嘿嘿 我问了 没有 好 好了 五妹不要闹了 对了小贝塔 我给你说件事情 大姐什么事 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六姐消沁不是在拍新戏吗 我们清城集团正好赞助了那部戏 你看到时候 要不要我以赞助商的身份 把你塞进去跑个龙套 吓吓你六姐 清城姐 我发现你虽然表面看得高冷 其实所有姐姐当中 就数你最坏 清城姐清城姐 喊得可真是亲热呢 之前某人不是说了 再也不大理我的吗 小贝塔 保佑我 保佑我 一切顺利 平平安安 清城姐 楚瑶姐 我出去一趟 兄弟们加把剂 干掉所有剂 那个小妞不要动她 给我留着 四姐有危险 四姐现在应该在 龙果和南鱼果的交界处 以我的速度应该来得及 竟然还有帮 不过你们谁都逃不掉 天煞店的人 不是说这些记者 没什么背景 这么连天煞店都惹出来 四姐 你怎么样了 小贝塔 真的是你吗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是我 是小贝塔 可是他们都死了 许纯怎么了 他为了保护王小姐 身中树袋而亡 人死灯灭 往事种种不再提了 后子 我对不起他们 他们拿命换来的摄像机 还被我弄丢了 没事 弄丢了也没关系 你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就好了 其他的事我会安排的 不行 这件事太危险了 我不能和你说 你自己都觉得危险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更何况这本身 就是我的职责 葬爱神君 原来小贝塔 你是葬爱神君 知道了韩贝塔的身份后 接下来便把事情 经过一五一时的说了 竟然敢拿我龙国人 做人体实验 真是不可饶恕 这个地方没必要存在了 全部毁掉吧 你匆匆忙忙跑出去 就是为了见你四姐 四姐那遇到了点事 我就过去看看 到底是四姐重要 一开口 就让你连交代 都不肯交代一句就跑了 清澄姐这是吃醋了吧 你说什么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每次我和其他姐姐 亲近你都会插上来 你个小醋坛子 对呀 我就是喜欢你 恨不得把自己交给你 你六姐的剧组 马上就要来江南省取景拍摄 我作为赞助方 把你塞了进去 演个流氓 演流氓 流氓怎么演啊 我不会 切 你还用得这演吗 到时候记得收脸一点就行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而今天我将见到 十五年未见的六姐 大姐 快让我看看小贝塔 这次剧组来江城取景 我可是特意请嫁出来的 六妹 你这回来的可真不巧 小贝塔刚好有事出去了 这几天都不在家 大姐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提前和你说了我要回来吗 你怎么不告诉小贝塔 六妹 这也不能怪大姐 小贝塔跑外省接急诊去了 人命关天 她也没有办法 唉 那真是太可惜了 你们谁有小贝塔的照片 拿给我看看呗 十五年没见了 我都不知道她现在长什么样了 其实小贝塔是个 腼腆的大男孩 连拍照都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手里也没有她的照片 小贝塔每次将我时针 都要搂住我的腰 就这也叫腼腆 明明就是一流氓 老三也是真说的出口 二姐你知道的 我从小到大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因为你从来不会对我说谎 这次也一样 对吧 哇哇 上面的人就是小贝塔 你拿着慢慢看 这还差不多 嗯 王冰宁你诚心消遣我不是 嘿嘿 六妹你别生气嘛 长大了的照片我就没有了 那行吧 我就先回剧组拍戏了 等我拍完戏 我再回来见小贝塔吧 好 很好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拍反派 卢走女主角的戏份了 小沁你做好准备 好的导演 哼 姑娘 我们老大说了 抓你回去当压寨夫人 这个龙套谁找来的 我还没喊开始 他怎么就说上台词了 嘿嘿嘿 你想干嘛 这龙套演员速度好快啊 一群帆动还不快去追 这要是出什么事 京城那位大佬 怕是会把自己的皮都给拔了 你个混蛋 到底想带我去哪 小大美人 你别喊 越喊我可就越兴奋了 救命啊 连老娘的便宜都敢占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六姐是我 小贝塔 不跟你闹了 快收了神通吧 你说是小贝塔就是吗 我弟弟大腿内侧有块太计 让我验证过才能相信 怎么跟大姐思解一个德性 见面就让人家脱裤子 小混蛋 不早说 怎么样 疼不疼 六姐啊 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 臭弟弟 我在娱乐圈混 没两下子 那不得让别人占尽了便宜 对了 大姐不是说你去给人治病去了吗 嘿嘿 那几个姐姐可坏透了 尤其是清城姐 一肚子坏水 就是她提出的主意骗你的 怪不得他们昨天支支吾吾的 还说你是什么腼腆大男孩 我看你这手也不腼腆啊 还不是六姐你先带球撞人的 我们先回去组吧 免得一会找不到我真的报警了 原来你是小亲的弟弟 这出厂房是可真够吓人的 差点给我吓尿了 主要和我姐好久没见了 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倒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导演不好意思 我弟弟调皮 耽误了拍摄进度 不外事不外事 对了 不知道你弟弟有没有兴趣演戏 以你弟弟的形象气质 金鱼乐拳一定能一判而哄的 不好意思导演 我对演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不过我六姐的戏我肯定是要支持的 难道韩先生准备和小姑娘一起主演这部戏 陈导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说 如果有什么跟我六姐相关的激情戏码 我可以当替身 吻戏也行 这小流氓目的要不要这么明确啊 小姑娘 看来你的这位弟弟对你截戏的标准并不是很了解 小沁基本上不会截吻戏 更不用说极情戏码了 不过居里的几个女配倒是有相关戏码 要不你考虑考虑 是吗 我来试看几个女二号姿色也不错的哦 不行不行 这臭小子只能跟我搭戏 其他女演员一律不行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两姐弟叙旧了 臭六姐 刚见面就要管我 废话 谁让我是你姐呢 以后如果想拍戏 女主只能是我听到没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六姐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找找刺激怎么样 刺激 什么刺激 黄娇野脸 就我们两个人的那种 要死 那么大了也没个正形 我们十五年没见 你是真不怕六姐生气是吧 我怎么没正形了 六姐你冤枉我 我说的是野吹素银呢 六姐你不会是想歪了吧 我想的也是素银和野吹啊 那你还说我没个正形 我不管一会你必须补偿我 好好好 补偿你 那你先说我们要去哪 你跟我来 一会你就知道了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十五年后第一次跟六姐见面 我就带她钻进了小树林 小贝塔 大晚上的不睡觉 要带我去哪啊 去我的秘密基地啊 马上就到了 话说六姐这身体素质也太差了吧 才一个多小时就走不动了 废话 你穿高跟鞋走那么远试试 小贝塔 十五年不见了 你就一点都不心疼你六姐是吧 怎么会呢 接下来的路我来背你吧 这还差不多 六姐 你这体重可不轻啊 小坏蛋 你手往哪放呢 灰三姐还说你腼腆老实 我看你也不像个老实的样子 还不是六姐你腿太长啊 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便宜你小子了 哇 这地方好漂亮啊 我就说我没骗你 这地方还是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才发现的 是吗 那小贝塔之前带谁来过啊 从来没带人来过 六姐可是第一个 你没骗我 你可是我六姐 我也不能骗你啊 这还差不多算你过关了 给你一个奖励 两人短暂休息一会后 家伙烤起食物 一边吃一边聊起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上的陌生感一点点磨灭 两个人再次回到了孤儿院时那种轻松自在的状态 六姐 我听说娱乐圈很乱 你老实说 是不是也认了干爹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就是有点好奇吗 干爹没有 未婚夫倒是有好几个 六姐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明明是你先开玩笑了 连你姐姐都信不过 对不起六姐 我不是信不过你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是不是觉得我不接吻戏 不接亲密的戏 依旧能红 依旧有人捧 所以觉得奇怪 对啊对啊 确实很好奇 其实我背后的势力是京城龙家 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 刚入行的时候确实有人为难我 那时候便是龙家的人出手帮我解围 之后龙家便成为了我的靠山 京城龙家 怪不得龙家的主营行业便是娱乐圈 有龙家在 自然不会有人敢为难你 是啊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老道长救了他们龙家的老组长 老道长没有要求报仇 只是嘱咐他们照顾我 不要让我受到欺负 六姐 你说的这个老道长是不是叫天玄子 好像就是叫天玄子 小贝塔你认识这位老道长吗 岂只是认识 还非常熟悉呢 此时萧青的好奇心被勾起 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韩贝塔只好如实回答说 那个老道士 就是他的师父 所以说 你的医术 就是跟天玄子道长学的 怪不得一回来 就获得了一个神医的称号 我家弟弟出息了呢 哪里哪里 我也没有那么优秀了 那边有人 应该是那些娱乐记者狗仔 今天咱俩出来 恐怕又会被我在娱乐圈的死对头 拿出来大作文章 没想到六姐这么好的人在娱乐圈也有仇家 等我会 我去收拾一下他们 顺便把拍的照片都删掉 算了小贝塔 由他们去吧 这行我也干够了 大不了退出娱乐圈就是了 六姐真洒脱 雅兴都被他们搅合没了 咱们走吧 好想 差点就被发现了 都拍下来了吧 老大 都拍了 咱们蹲点了几个月 这次终上有点熟悉 大明星宵庆跟陌生男子在小树林优惠 这大新闻足够咱们走上人生巅峰 再也不当什么狗仔了 都这么晚了 小贝塔怎么还不回来 你们说小贝塔和老六宵庆相处的怎么样啊 老六以前就喜欢宠着小贝塔 小贝塔提什么要求 他都不会拒绝 那个小流氓不会对老六下手吧 清承杰你这是吃醋了吧 你放心小贝塔那小坏蛋就是有色心没色的 再说了老六也不是小孩子 哪有那么离谱 柳烟你还说我 说得好像你不担心一样 等他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办妥了 只要再写一篇造谣的文案 再配上几张萧静跟陌生男子独处的照片 他在娱乐圈的地位肯定一落千丈 很好 非常好 我要让萧静身败名列 我很好奇 我六姐是怎么让你如此记恨的 你是谁 这里安保如此森严 你是怎么进来的 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你敢对我六姐消沁下手 我发誓绝对会整死你 如果不是消沁这个贱人把我女一号的位置挤掉 我早就是娱乐圈一姐了 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列滚出娱乐圈 谈少 我被人欺负了 怎么了 慢慢说 刚才有人潜入了我的别墅 还说要整死我 我怀疑她是修武者 快派个高手来做吊她 有一个大明星姐姐是一种什么体验 白天欣赏个陆美女演员 晚上则拉着姐姐赏月探讨人生 六姐 没想到你穿旗袍也这么好看 臭弟弟 就你嘴甜 好家伙 听说他两大晚上不睡觉 跑剧组后山上玩过家家 不是说是姐弟吗 咦 你看他俩情敌的样子 是姐弟恋才对吧 潇气 你这花边新闻都上热搜了 还不知道避嫌吗 易雪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最近认了一个弟弟 所以我过来看看 但没想到 你俩的花边新闻已经传得满天飞了 诶 我今天都在忙着拍戏 你说的是什么花边新闻 我念给你听 著名女星潇气 小说连夜会神秘男子 一次辟交易 只怕被有心人加以利用 对你的风平不利啊 什么有心人 这是谁在随意捏造是非 你说的这个有心之人 该不会是李璐吧 看来你也听说李璐不好惹了 你以为你是在帮你姐 其实你就是在害她 哼 我的姐姐我自己会护住 不用你操心 你 哈哈 就你 还保护你姐姐 盘上 上次就是这个人 莫名其妙跑到我面前威胁我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宝宝别怕 这种来探班也不带礼物的人 一看就是个穷算 不值得你放在心上 我让你给全剧组买的礼物呢 盘上 东西都订好了 一会儿就会松来 有一份外卖 请查收 哇 是龙城热能网红店 每日限量款茶点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哎 全剧组这么多人 一份就要九百九十八 这得花多少钱啊 不愧是盘上 出手就是阔气 盘上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你这么穷酸 肯定没吃过这么好的茶点 还不谢过谈少给你这次机会 你个傻不一 不是让你准备的奶茶吗 搞这东西得花多少钱啊 这 这应该是别人订的吧 我们订的奶茶还在路上 随时韩老板 您的订单已经全部送达 请查收 什么 你是不是看错订单了 韩老板是谁 不是谈少订的吗 好了 我这边确认订单了 还真是不好意思啊 管你谈多谈少的 下订单的韩老板是指我呢 肯定是搞错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冒充谈少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奶茶 应该还没到 奶茶 没用的东西 脸都被你丢尽了 忘了说 今晚我想请全剧组吃个晚饭 地点定在景色大酒店 景色大酒店 那可是直接带消费 七位数以上的 之孙VIP的 原来这个小帅哥才是大老 殷殷殷 我也想要这种 又帅又多精的弟弟保护 肖庆好幸福 韩小哥 我想认个弟弟 你还缺姐姐吗 你们几个小绿茶就别琢磨了 像我这么优秀的姐姐 小贝塔还有六个 干嘛的让我在几个美人面前丢脸 晚上我也跟着去蹭饭 看你掏不掏得起 全剧组的饭钱 晚上剧组所有人 去了景色大酒店 韩贝塔做东 大家吃得非常尽兴 这位先生 您总共消费了285万 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这话说的 你见过谁出来吃饭 带这么多现金的 那你一定是刷卡了 我也不刷卡 我 呦呦呦 是谁打肿脸冲胖子 你刚才不是挺横的吗 怎么轮到你付账 就傻眼了 特么的 你倒是继续装啊 装插一时手 付款火葬场 先生 您怎么付款 他付不起这个钱的 报警吧 先生 您如果再不付钱 我真的会报警 小贝塔 让我来吧 六姐稍等 我在这里吃饭 可是不需要花钱的 真特么能装 我在这吃饭 都需要提前预约 看看他怎么收成 喂 我是韩贝塔 我在景色大酒店 出来时比较匆忙 没带钱 没事 不用客气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淡定的打完电话 对王经理说 稍等一下 有人给我付账 董事长 您怎么有空跟我联系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有做好功课 是我的失职 韩先生 对不起 是我眼瞎 这件您一分一不用付 这反转优点过于牵强了吧 怎么就突然不用付款了 难道真的有人在背后 给他付款了 韩贝塔先生 是我们公司持股 百分之四十六的大股东 吃饭肯定是不用付钱的 这怎么会这样 小贝塔 你怎么突然变成 景轮司部的大股东了 我听其他姐姐们说 你就喜欢景色大酒店的 装潢和菜品 于是我就入股了他们公司 小贝塔 你真的只是因为 我喜欢景色的菜品这种小事 才入股他们公司的吗 是啊 六姐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啦 小时候在孤儿院 我们八个人一起 经常没有饭吃 是姐姐们 把自己的食物 省下来留给我 现在我有了能力 当然是想让姐姐 过得更开心一些 小贝塔真是长大了呢 现在也能保护姐姐 别姐姐出气了 我长没长大 六姐今晚可以亲自来试试 你以前可是说 等我长大要嫁给我的 怎 怎么是 小流氓 你想干什么 小贝塔来呢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她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今天是四姐的生日 我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大姐 难得今天四姐有空 我想带她出去逛逛 正好我们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俩可以晚点回来 今天就破例让你们独处了 放心吧 大姐 一切交给我 四姐醒一醒 太阳都晒屁股了 小贝塔 你不要这样 不要呀 这个乌妖王又做什么梦呢 喂 四姐快醒醒 小贝塔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去剧组陪你六姐了 还记得你有个四姐啊 怎么可能忘了四姐 小贝塔最喜欢四姐了 今天我只陪你好不好 臭小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好四姐快起床 我带你出去逛街 好啊好啊 我最喜欢逛街了 小贝塔 我们这是要去哪呀 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到地方就知道了 臭弟弟 搞得那么神秘 不会是要送姐姐一辆车吧 我平时在外面采访 也用不着 还是不要破费了 四姐真聪明 待会见到车再说要不要 两位 你们是来买车的吗 我在这里订购了一辆车 很快就会送过来 你忙你的 好的先生 您在这里做会 我去给您气场 小贝塔 给我订坐了一辆车 那可要花不少钱吧 四姐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即使你不差钱 也不能这么浪费啊 腰化 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果然是你 王冰明 还在做你的小记者呢 四姐 这人是谁 以前的同事 之前为了上位 跟领导勾勾搭搭 半年前又被人包养了 恶心得很 我问你话呢 一个小破记者 又赚不了几个钱 装什么装 当记者怎么了 赚得少怎么了 我喜欢 我乐意 千 价清高 这里的车百万起步 你能买得起吗 买不买得起 关你屁事 不会是这个小白雷给你买吧 王冰明 你眼观不行啊 看他也不像有钱的主 你像个苍蝇一样 嗡嗡嗡的不停 虽然我从不打女人 但你再多说一句 我不保证不删你 王哥 这小子骂我是苍蝇 我天天围着你 那你不就成翔了 这个蠢女人 自己被骂还要把我带上 话说这小妞真漂亮 以前怎么没见过 老子一定要搞到手 莉莉啊 这小子一看就没素质 咱不跟精神小伙一般见识 对了 这是你的朋友吧 给我介绍介绍呗 王哥 他就一小记者 有什么好介绍的 这一句话就不对了 你当初不也是记者吗 王小姐是吧 咱们都姓王 或许几百年前是一家呢 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 呃 没兴趣 小贝塔 咱们出去等吧 这俩人可真招人烦 逃离吧 别给脸不要脸 你可知道我是谁 信不信老子一句话 让整个行业封杀你 敢威胁我姐 你怕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小别三 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吧 说出来怕吓死你 失去的赶紧棍 你身份很牛吗 王哥可是江城日报的社长 封杀这小件人也就一句话的是 现在给老子下轨道歉 我还可以考虑放他一马 去你呀 王哥 你没事吧 你个混蛋 踢坏了那领 就拿你的赔 逼逼赖赖 真是烦死了 给我调查一下江城日报 我要让它彻底消失 好的神经 看来是车道了 四姐跟我来 请问谁是王冰宁小姐 您的车道了 是我 是我 这车简直太酷了 王小姐 这款定制房车 外面的装甲是用来防弹的 如同移动的小堡垒 造价一亿多 一 完了完了 我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存在 你这个贱人 不是说的只是个普通记者吗 王哥 我也不清楚啊 四姐 喜欢吗 有了他你可以到处跑 不用风餐露宿了 我很喜欢 谢谢你 小贝塔 社长 不好了 我们报社的所有黑料都被曝光了 报社保不住了 你跟女员工的一些丑事也被曝出来了 还是赶紧跑路吧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他妈的都怨你这个蠢女人 都破产了还装什么 老娘不字后了 打死你个坏女人 我错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四姐 今天开心吗 开心 今天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一天了 你开心就好 四姐 咱们回家 两人回到家中 其余六位姐姐早已等候多时 一起为王冰明庆祝生日 同时孤儿的几人 从小就互相扶持一起长大 感情比亲姐弟还轻 整个别墅中都洋溢在快乐的气氛中 四姐生日宴上众人把酒言欢 韩贝塔更是向姐姐们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属下拜见赞爱神君 南疆王 拜见神君 小贝塔你 你居然是赞爱神君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的弟弟竟然是这么牛的大人物 嘿嘿 你们这么吃惊干嘛 小贝塔就是赞爱神君呀 没错 这就是弟弟这些年来为姐姐们打下的江山 看你们玩得挺开心的 带着哥几个乐呵乐呵呗 听说今天是赞爱神主四姐姐的生日 我们特意来凑凑热闹 知道我的身份还不赶紧滚 这里不欢迎奇装异服的家伙 大好的日子我可不想见邪 呵呵 区区一个赞爱罢了 合足挂齿 识相的就把你七个姐姐全都交出来 不然今天在场的诸位都得死 混账 当我们的免威胁神君 你们真该死 酒水有有毒 哈哈 知道你们都是华国顶尖高手 拨下点毒 怎么敢轻易在你们面前现身 把这七个女的带回去完成任务 这七个女的倒是天字国色 能不能 当然可以 等把她们全部收拾一遍 再交给组织就行了 混账 你们都得死 怎么 会 这毒居然对我也起作用 呵呵 我们早就打听过你战力无双 这座酒店提供给你们的所有饮品 我都提前下了料 而且对你还是十倍计料 你能不死已经是奇迹了 你们真该死 放过小贝塔 我跟你们走 别斗小贝塔 我也跟你走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呵呵 真是姐弟情深啊 杀了他 你们还不是一样要被我带走 大胆 居然敢对我的徒儿出手 这老家伙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你们把他们七个带走 我来拦住他 老东西 我找了你好几年 你总算出现了 该徒儿等为师收拾了这几条杂鱼 再向你解释 想从我手下抢人 未免有些太意想天开了吧 呵呵 那可不一定 毕竟前段日子中了我们教主那一掌 能撑到现在 你也差不多是强弩之末了吧 又是这东西 这东西不应该是人间存在的才对 哈哈哈哈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还请道长不要死得太快了 我 我这是在哪 对了 姐姐 姐姐们 快躺下 你现在太虚弱了 不 不行 姐姐们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们 你冷静点 你现在这副样子怎么去救你的姐姐们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们明明才刚刚团聚 十几年的分别呀 臭老头 你怎么了 该死的 他们到底是谁 我要他们死 我时间不多了 你听我说 他们是通灵神教 是一群疯子 想要打开戒行山 您别说了 我现在立刻救你 没用的 我的寿远已经燃尽 好好听我把话说完 戒行山是一道门 门的那边是修炼者的世界 其实 你的七位姐姐当中 六位都是围师和其他几位道友 从那个世界带出来的孤儿 他们现在想要献祭你的姐姐们 打开大门 让两界合一 但这样做必然会生灵涂炭 战乱不休 求求你 别说了 一定还有办法救您的 你这一身本事都是我教的 我有没有救我能不清楚吗 臭老头 你骗我的吧 你神通广大 怎么可能会死 一定是骗我的吧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你听好了 一定要阻止他们 这扇门绝对不能打开 在你昏睡这段时间 为师为了救你 已经将所有的修为都度给了你 一定要阻止他们 是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阻止他们救出姐姐的 为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就是收了你当弟子 别给为师丢脸 臭老头 你别吓我呀 臭老头 你说话呀 四姐生日宴上神秘强者来袭 师父为教韩贝塔与世长辞 而韩贝塔终于是怒了 直接召集了全世界的藏爱家族联合诸多势力 大战一触即发 神军 通灵神教的总部已经找到了 就在寄行山 各大地下实力已经收到我们的消息 已经从各个国家赶来支援我们 很好 整顿军备 明天全面开战 遵命 师父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姐姐们救出来 替您报仇 等着吧 藏爱永不认输 大人 法真出了些岔子 想要打开空间大门 恐怕得过些时日了 混账 尽你们最快的速度去修复 是 那个 兄弟们辛苦了 这么久是不是 可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其他人都可以 唯独他们七个不行 必须要保持无暇之身 管好你手底下的人 不然我亲手帮你们割掉烦恼 注意加强戒备 那个所谓的 赞爱神君肯定会反扑 尊命 属下告费 第二日 韩贝塔率领赞爱之其他 诸多地下势力为攻击刑山 但是普通人又怎能以修行者相比 最终惨败收场 戒行山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现出了他那锋利的疗雅 对不起 神君 是属下的乌能 不 这是不怪你们 是我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不仅没能救出姐姐 还使了不少兄弟在里面 将他们后葬 多送些钱 去他们家里 是 戒行山难道真的不可撼动吗 到了这个地步 又有谁能够帮我 神经 您的姐姐们身世都有了线索 难道您不好奇自己的身世吗 我的身世 我不是普通过吗 难道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没错 这是您已故的恩师生前让我转达给您的 嗨嗨 兔崽子 你如果想知道的话 就去京城隐家 那里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京城隐家 您的恩师是这么说的 据我所知京城隐家 不仅全是滔天 更重要的是战力无双 尤其是现任家主隐配 是全球最强的几位之一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听您师父当时的口气 恐怕您就是 就是这隐家之人 天不枉我呀 立刻准备飞机去京城 遵命 山君 这里就是隐家了吧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呀 这么多年 你终于还是找过来了 但是你不该来的 我 为什么不该来 韩贝塔仔细打量面前这个女人急 却发现她二人之间长得有些许相似 这一刻韩贝塔眼眶不禁湿润 难道您就是我的 没错 我是你的小姨尹秋水 小 小姨 那您知道我的母亲和外公在哪吗 我找他们有急事 哎 跟我来吧 搞得这么神秘 这 这是 尹秋如 是我姐姐 同时 也是你的母亲 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仿佛一道晴天霹雳 从天而降 笔直地披露了韩贝塔的天灵带之中 她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幻想不无数次母亲 竟已成了肿中枯骨 与她天人两格 骗人的吧 一定是骗人的吧 这 这怎么可能 很伤心 你知道杀死我姐的凶手是谁吗 你也知道愤怒 你也仇恨凶手 我们尹家 又何尝不是 我父亲恨不能将凶手千刀万剐 错骨扬灰 告诉我 凶手是谁 是谁杀我的母亲 你真的想知道 说 呵呵 凶手就是你的父亲 我父亲本来打算杀了你 我看你还是个连名字都没取的强宝婴儿 于心不忍 于是在我父亲动手之前 偷偷把你带走送入福利院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久后 我父亲就知道了你还活着的消息 难道孤儿院的大火 没错 当年孤儿院的那把大火 正是韩贝塔的亲外公子使人放的 而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韩贝塔 负债子长是吗 呵呵 我身上虽然流着那个人的血 但我也是他的外孙了 他怎么忍心下的去手 我父亲最疼爱的孩子 就是你母亲 当年他极力反对 你母亲跟你父亲在一起 而你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孽种 又怎么会下不去手呢 尹秋水 哪个孽种呢 为了救出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我孤身一人来到母亲家寻求帮助 而我见到的却是母亲的粉种 原来早在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已离世 出手杀害母亲之人 竟是我的亲生父亲 秋水 这小子就是那个孽种吧 话音刚落 只见一个满头白发 脸上刻满了沧桑的男人 脸色阴沉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他就是尹家之主 也是站在世界之巅的几大强者之一 同时也是韩贝塔的外公 爸 您 您怎么来了 呵呵呵 我要是不来都不知道 你竟把这个孽种带回了家里 孽种 你有什么资格跪在秋如的墓前 给你三夕时间 立马管出眼家 不然我必杀你 爸 他是无辜的 上一代人的过错 为什么要他去承担 他才二十岁啊 他是您的外孙啊 无辜 他身上流淌着那个人的血 他就是个孽种 小子 别逼我触手 杀我没问题 但是只求您帮我救出七个姐姐 我这条命归您 孽种也配谈要求 这是 你是从哪弄到这个东西的 但凡敢说一句假话 我让你生不如死 那是国家授予我的 国家授予你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黄口小儿满嘴谎话 小小年纪便已如此 我留你不得 说死 吓老子一跳 老混蛋 连你外孙也下死手 你真不是个东西 哈 老道姑 我尹家的家是你也要管吗 哼 这小子是我师兄天玄子的徒儿 也是我的师职 我当然要管 还有 你手里的东西 是他用十年的光阴 用命守护龙国边境换来的 什么 你动手呀 你尹家 不是跟正苗红的代代红吗 对你这个英雄外孙下手呀 造化怒人啊 一个贵子属的儿子 居然会成为龙国边境的守护神 上一代的恩怨 何苦压在这苦命孩子身上 作为英雄 他不该受到这种待遇啊 在众人的劝说下 尹佩终于接受了自己这个外孙 也知道了事态的严重 好啊 好大的胆子 贝塔当年是外公对不住你 今天外公一一补偿给你 祖 咱们上山 哈 伴随着尹佩一声令下 龙国无数强者开始向戒行山合围 而这也让韩贝塔第一次 对这个便宜外公有清楚的认识 以前还是我太狂傲了 一直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没想到不只是外公如此强大 就是来因缘的 也都是些比我强的老怪物 不好了 教主出大事了 大事 在大能有多大 别一天到晚毛毛躁躁的 有人来攻他 咱们扇门了 又是在那个毛头小子 他以为自己人间无敌 其实是我们这些老怪不出手罢了 随便派几个护法 把他干掉就行了 学我一样要淡定 要有泰山崩于浅 而面不改色的心态 不是 这一次来打咱们的 都是以前影视不出的顶尖高手 而且还是尹佩 心自带队 尹佩这老魔头也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 赶紧把在外面的成员 全部召回来之软 是 可是您不是说 要有泰山崩于浅 而面不改色的心态吗 您这 是 在绝对的武力之下 整个戒行山逐渐被镇压下来 通灵神教的护山大阵终于被打破 我当时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的外孙出手 结果不过是小猫小狗三两只罢了 哈哈 你这老魔头几十年没出现 还没死呢 我是没想到这小子背后居然站着的是你 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上路吧 做梦 就算大阵不完善又如何 老夫今天就是要强开天门 你退后 这种事情交给外公来做就行 匹夫说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事的小贝塔 我们不怕 贝塔 我好害怕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来了 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 尹老头 你这外孙如何 给你找了七个孙媳妇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隐家的人 来 都随外公回家 让外公好好认认你们 门 不是没被打开吗 这是 做 所有人快退 为了救出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我靠外公带来的一众绝世老怪 直接暴力逢推了整座界行山 七位姐姐也终于获救 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 然而连接着修行界的那座大门 却还是打开了 好强的灵机不动 这就是修炼者的世界吗 咱们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 但除非我死 不然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到半点伤害 呵呵 还没有那么严重 这座大门每隔二十年就会自行打开一次 每二十年就有不少强者涌入其中 你外公我认识的也不少 不错 不必太过担忧 你的师祖 曾师祖还有曾曾师祖 他们全部都在门的对面 有他们照着你 还怕什么 卧槽 原来我的背景这么好横的吗 但终究只是外力罢了 真正的强大还是需要靠自己 没错 这么多年过去 我也不敢保证那几个老头还活着没 许久没来下界 此地的灵气还是如此污浊不堪 不要在意这些 抓紧办完正事我们就回去 再下眼配 不知几位来下界有何贵感 来寻找几个身份尊贵之人 请他们回家 不知几位要带谁 说不定我们能帮上忙呢 不错 我障碍神君 别的不敢说 全世界只要你能叫得上名字 我都能把人给你带过来 这可是刷好感度的好机会 要是能通过他们接触到更高等级的功法 或者是灵药 那都是极好 说不定还能使人负生 不必了 人已经找到了 说话间 这几位散发着强横气息的神秘人 将目光看向了韩贝塔的几位姐姐 荒谷俊家九小姐 混沌进去的传承者 开扬圣地的圣女 只见那人看着几位姐姐 对着每一位姐姐都说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身份 但光从名称来看 似乎都极为尊贵 而伴随着每一个名称的说出 韩贝塔心中便多出不祥的预感 六位小姐 请随带下走吧 我等受几位家中所托 前来带几位回家 你们在胡说什么 我不要去那些地方 我只要跟小贝塔在一起 既然你说是受我们家中所托 那我便命令你滚回去 恕难从命 冒犯了 贝塔 姐姐 混蛋 你给老子放开他们 爱是 你们是什么修为 我堂堂修炼者 竟然接不下随手一击 真是愚昧 修炼者在我们上界也就是三岁孩童的水平 你们未免也有些太不讲理了 我们清虚倒灌也不是好惹的 你想动手 冲息 诸位可服给老头子我一个面子 咱们好好聊聊 在韩贝塔外公的一番武力威慑下 几位神秘强者也将所有事情全盘拖出 韩贝塔这才得知原来六位姐姐的身份并不简单 每一位的家里那都是修行界的一方巨头 最终六位姐姐为了不连累贝塔 还是甘愿被带走了 大姐 我们不在的时间 你一定要照顾好小贝塔 对 不能让她伤心 但前提是你不能背着我们偷吃小贝塔 小贝塔乖 不要哭了 等姐姐们修炼有成就回来找你 相信我们 这不会是永别 我们会再见的 妹妹们放心 小贝塔交给我照顾 很快她就回去找你们的 我韩贝塔今日对天发誓 有朝一日定会堂堂正正的将你们带回来 到那时再也没人能将我们分开 若有为此事 我愿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商 你几位姐姐身份即使在那边也是尊贵无比 放心 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的你还太若进入那扇门难以自保 你可愿跟着外公修炼 外公定将一切都交给你 谢谢外公 我的外孙也是个苦命人 从那天之后 韩贝塔开始忘我的修炼 不断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整日除了陪伴大姐便是修行 实力与修为也在飞速地增长 反应和观察力还行 勉强算过关吧 你是谁 诗人对我的称呼那可多了去了 不过我想你可以称呼我为韩天道 亦或者说是父亲 韩天道 韩贝塔素未谋面的父亲 世人称他为柜子手 称他为魔头等等 但所有人都公认他就是当今的地表最强 当时唯一不败的神话 你是我那该死的亲生父亲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想哭 是不是特别感动 这一场久别重逢的父子打戏 告诉我 母亲当年真的是死于你手吗 嗯 可以这么说 bunu 他到底做错什么吗 你要下如此狠手 没有 他什么都没做错 呃 有一点 他做错了 那就是爱上了我 哦 你简直是个魔鬼 我要你死 哼哼哼 不愧是我的种 知道我为什么生下你吗 因为无敌 太寂寞 太无聊 让我几乎失去前进的动力 打你 还有你的几个兄弟们 都是我创造的对手 你这个畜生 愤怒吧 让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 成长为我的对手 韩贝塔的姐姐居然都来自于上界的顶级势力 而就连她的亲生父亲 也被称为地表最强男人 遇到杀母仇人的韩贝塔 这次彻底愤怒了 你这畜生 我要杀了你 为母亲报仇 免软无力 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小子你很不错 竟然能接住我一程的功力 一程 本以为会持续许久的战斗 却在几个呼吸之间便结束了 韩贝塔也明白 他的父亲到底为何会被称之为地表最强 难道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真的如此之大吗 不不不 你很让我满意 你后续并不是你们兄弟中最强的 但你一定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 真是越来越期待你成长起来 贝塔 你怎么样 外公 我没事 韩天道你个畜生 杀了我女儿 现在还想动我外孙 是你这个糟老头 怎么 还想替你女儿报仇 我苦修多年 四处寻你无果 却没想到 你已经心狠手辣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 然后呢 真是的 一把年纪了还来送死 贝塔 你看好了 这些招式外公只掩饰一遍 撒 你这把老骨头就该下下棋 溜溜尿 学什么年轻人打的杀杀 你这个魔鬼 我要杀了你 贝塔 你个混蛋 有本事冲我来 看在我怪儿子的面子上 今天不杀你 再有下次我会让你体验到什么叫绝望 贝塔 奇怪 为什么心中有种不安的感觉 贝塔不会有什么事吧 秋 秋水姐姐 您怎么来了 不用如此见外 和小贝塔一样称呼我为小姨就行 真 真的可以吗 难道你不想嫁给小贝塔吗 我 我想 那你还不赶快改口 小 小姨 这才对嘛 走 我们一起去接小贝塔和外公回家吧 他俩在外面秘密训练了那么久 也该回家了 贝塔被抓走了 父亲他被打成重伤 什么 怎么会 你要带我去哪 你不是想杀了我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帮你成长到真正可以杀我的地步 你会有这么好心 猪都能上树了 你是我几个儿子中最有天赋的 也是最有希望成长起来击败我的 我会让你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从今天起 每五年我都会找你决战一次 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死了就行 终有一日 我会亲手终结你这个恶魔 是吗 那我就期待一下吧 哼 好强 徒手接导弹 这真的是人能够达到的程度吗 现代人的武器 最令人讨厌 我的父亲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呀 卧槽 他是谁 跟我长得好像 是你这个只会依靠外物的废物 你的存在还真是对我血脉最大侮辱 你是 我是你的哥哥韩淑克 也是这个魔鬼的终结者 小垃圾 你配吗 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 我明明才是你最优秀的儿子 可你却选择了这个只会炮女人的废物 想跟我打 就先击败你无能的弟弟吧 你们打架关我屁事啊 请多多指教 我亲爱的弟弟 卧槽 看来是没办法沟通了 那就直接打个半死 再慢慢聊 就这样 这对素未谋面的兄弟 才第一次见面就爆发了大战 是谁给你的自信 仅凭几把破枪就能战胜我的 韩贝塔 除非你真正像我一样无敌 否则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谁敢言无敌 谁敢称不败 早晚有一天 我会将你拉下生弹 臭小子 你看好了 臭小子 是你逼我的 卧槽 你这家伙到底在磕什么样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修炼 现在可是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啊 好好当挑闲鱼不好吗 非要靠这些歪门邪导来遭减自己的身体 遭减我的血脉 呵呵 你们这种原始的方法才是遭减吧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 有点意思 但也就只有这种程度了 使用过药物的韩舒克战力急速飙升 竟然跟韩贝塔打得旗鼓相当 就在这场决斗即将分出胜负之时 却因为韩贝塔大姐的到来被意外打断 你给我住手 小贝塔连我都舍不得打 你居然敢对他动手 你是哪根葱 你居然敢打我 打你又如何 马上给我滚 不然的话 不然怎么样 有种再来一下 别打了 再打他就上瘾了 大姐小姨 你们怎么来了 这里危险 你们快离开 贝塔你怎么跟这个兽孽狂打起来了 现在一时也解释不清 你们两个快走 我过段时间会回去找你们的 小姨子 好久不见 有没有想我 是你这个恶魔 杀了我姐 又伤了我父亲 现在还要带走贝塔 我跟你拼了 姨妈不要 你真的很像韩贝塔的妈妈 这次我不杀你 带上那个妞 快点滚吧 我的父亲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慈手软了 身为弱者的你 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强者的内心 臭小子 咱们走 贝塔别跟他走 大姐 等我回来 现在的我还没有实力打败韩天道 不跟他走 恐怕大姐姨妈都会有危险 明明我才是他们的大姐 却每次都需要被他们保护 每次都只能拖他们后腿 我一定是这个世上最不称职的大姐 没办法的 在这个世界没人能够战胜韩天道 不过看样子 他并不是想要杀贝塔 贝塔暂时还是安全的 希望小贝塔不要出事 我等你回来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地下竞技场 撒旦的地狱 懂得不少吗 小子 来 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 你个畜生想干嘛 快放开我 你知道什么是强大的本质吗 是绝对的力量 强者从来都是随心所欲 克制 忍耐都只是弱者的借口 你其实也很想说对吧贝塔 我想说你骂个头啊 我可不是韩淑克那个兽女狂 快放开老子 现在 我亲爱的儿子 用你的拳头征服这座地下竞技场吧 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韩天道的儿子到底是不是个软蛋 一个月内成为这里的王者 我会回来把我所会的一切都交给你 就这样 韩贝塔被韩天道就这么抛弃在了这座地下决斗场 在这里没有人权可言 实力是唯一的花 而在战场上待过数年的韩贝塔 对这种地方却惊人的誓引 很快就在其中展露头角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撒旦的地狱 今天的战斗是改造人狂战士 对战新秀韩贝塔 到底是韩贝塔这匹黑马继续连胜 还是会狂战士终结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伴随着两人的入场 观众们也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贺彩与欢喜 哈哈哈哈 原来只是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 比赛前给我吓得好几天都睡不着 你的废话有些多了 快点结束吧 改造人也就这点水平了 仅仅片刻之间 狂战士便被韩贝塔撂倒在地 在场中人无不畏之瞅目皆舌 那可是经过人体改造的狂战士 在这个少年面前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试探了我这么多天也应该够了吧 是时候带我前往真正的竞技场了吧 毕竟这里可是相当无趣 我宣布这场决斗 韩贝塔获胜 韩先生请跟我来吧 欢迎你贝塔先生 请就坐吧 你是 我名叫刘永志 是这座地下竞技场的主人 也是你父亲卑微的奴仆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想必以你的情报我也知道 这里只是表面上的决斗者 真正的撒旦的地域在更深处 那里是修炼者 以及一些其他奇怪的东西决斗的地方 呵呵 你的意思是我终于够资格进入那里了吗 没错 请享受你的最后遗产吧 我的几个姐姐竟然都来自仙姐 每一位都家族显赫 而他们一心只想回到我的身边 你们听说了吗 先帝昨日竟然大发雷霆 卧槽 为啥呀 好像是荒谷军家的九小姐在搞事情 搞得整个军家鸡犬不明 那也不至于让先帝大发雷霆呀 这还只是其中之一 昨日混沌禁区的传承者 还不小心打开了混沌封印 先帝花了好大力气 才重新镇压下去 还有开扬圣帝的圣女 把原本要献给先帝大人的神药给吃了 还有 还有 没错 搞事情的正是 韩贝塔的六位姐姐们 在仙界修炼了一段时间的他们 放在下界已是无人能敌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共同搞事情 然后回到小贝塔身边 是不是咱搞的事情还不够大 都这样了 还不把我们送回去 我觉得是这样 要不然咱们再搞个大的 我觉得可以 既然他们不放我们回去 那我们就搞到他们 放我们回去为止 就在几个姐姐商量着 如何继续搞事情的时候 丝毫没注意到先帝正在注视着他们 而且脸色逐渐黑了下去 这是哪里 这里是真正的地狱 岛上有着上万民修士 狼人 鸡血鬼等等 全是亡命之徒 好了 该上路了 上路 把降落伞给我 飞机上并没有降落伞吗 祝你在这里玩得愉快 卧槽 你个老灯不讲武的 下面的所有人都注意了 寒天道的儿子寒被塔到了 谁能杀了他 谁就能得到十个亿的奖币 并且离开这里 附赠任意国家绿卡一张 这个老六 想整死我呀 看来又有新人到了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他的味道了 小心些 毕竟是那家伙的儿子 怕什么 拨一拨单车变摩托 还有多久 还有三个小时太阳就会落山 到时候便是我们的主场 这次对寒天道儿子的丽莎 我势在必得 希望他能长过这三个小时 仅仅在寒被塔落地后的几分钟内 岛内的几大势力 就对其制定好了猎杀计划 有很多散人更是按耐不住 直接朝着寒被塔的位置靠了过来 这其中有绝大部分的功劳 都归功于他的父亲寒天道 当年对各族的屠杀 这么快就已经按耐不住了吗 你们的王来了 先帝大人 是我管教不严 我回去之后会好好管教他 不会让他再搞事情了 你可少说两句吧 没看见先帝大人的脸色不对劲吗 真不知道 那个叫寒被塔的到底有什么魅力 居然使得六位小姐如此行事 都要回到他的身边 我可没那个精力再管他们了 他们想回去就让他们回去吧 毕竟时间还长 等他们想到上界来的时候 自然就会来了 遵命 而下界撒旦的地狱里的寒被塔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征服了整座地下竞技场 整个岛上的森林几乎被灭绝 手段恐怖如丝 看来你的天赋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居然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全征服了这座地狱 哈哈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跟我来吧 我会将我所会的一切全部交给你 随后寒天道带着寒被塔来到了一处修炼制度 开始真的将自己所会的一切清新交给寒被塔 甚至复杂的地方都会细心地讲解 在这一刻寒天道 似乎真的很像是一位慈父 你的天赋真的很强 甚至超过了我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给你的了 你真的都交给我了 不怕我修炼有成后杀了你吗 哈哈哈哈 小子你还是太天真了 想超越我 你还差了几百年呢 天道兄 我们该走了 该头儿 有没有想我 是 师父 您乍失了 我的几个姐姐在仙界疯狂搞事情 只为回到我的身边 而我本该死去的师父 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 我知道了 您一定是心有怨气 所以才变成了僵尸 臭小子 你在说什么 抱歉了师父 身为你徒儿的我无法容忍你死后为祸事件 看账 我看你是长能耐了 居然敢跟你师父动手 今天就让我这把老骨头试试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卧槽 这兔崽子 这段时间的长进这么大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不动用点真实力是打不过它了 师父 您就安心入土吧 我一定会将你火化之后风光大葬的 这老小子炸死 白白让我伤心了那么久 我非要出口气 不要闹了 你个老不正经的跟我儿子打什么刀 还有你 这都看不出来吗 这牛鼻子根本就是炸死 老头子 你可真嫌 知不知道我多想你 乖徒儿快快起来 为了刺激你 助你成长 顺便去完成一些事情 为师不得不假死来骗你 抱歉了 为师也知道你这段日子过得很苦 好啊 别磨叽了 该走了 贝塔目前的实力在下界也应该是无敌了 你们要走 要去哪 去找你的母亲 母亲 她不是死了吗 而且还是被你杀的 哼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随后 韩天道和师父向贝塔讲述了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韩贝塔母亲尹丘如的身份并不简单 是另一个世界的圣族公主转世于此 而当初韩贝塔出生之十元器泄露 引来了他们的追杀 韩天道为了保全母子二人的性命 将尹丘如送入了其他世界 又制造了一个假体 当着那群人的面纱掉 再将韩贝塔抛弃 无自一人承受着一切 什么 怎么可能会这么狗血 你们搞笑呢吧 除了就你和你母亲那次 我从未骗过人 我也不屑于骗人 事实确实如此 而如今你的父亲已经强大到了令鬼神都畏惧的地步 也是时候接回你的母亲了 那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我那个兄弟 都是你爹为了帮你成长安排好的 那个兄弟也是假的 怎么会 哈喽少主大人 愿主保佑你 前段时间希望您原谅我的无礼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一天 一年 十年 没法确定 走之前 你能叫我一声爸爸吗 嗯 你别难为孩子了 这些年他也挺难的 哎 咱们走吧 爸爸 一定要把妈妈平安地带回来 乖儿子你放心 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 不久后 韩贝塔也被大姐接了回去 二人的生活逐渐回归正常 除了对亲人偶尔的思念之外 生活过得到也算幸福 而就在这天空间通道突然打开 再次将两人平静地生活打碎 几位姑奶奶 这就是通向人间的空间通道了 就连定位都已经帮您定好了 可以直达韩贝塔家中 是啊 求求几位姑奶奶赶紧走吧 我们这些小身板实在经不起你们的折腾呀 我们还没开始搞事就赶我们走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炸呀 不管了 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要回去见小贝塔 终于是把这几位姑奶奶给送走了 太不容易了 当初把这几位姑奶奶请回来 是我一生做过最错误的事情 这 这是什么 不知道 也许是我的父亲回来了 三 三姐 你怎么会从这里面出来 嘿嘿 小贝塔有没有想姐姐啊 姐 你可想死我了 在我这个三姐英灵神武的领导下 我们成功被他们用八台大叫被送回来了 小贝塔 我们来了 分别已久的八位姐弟 此刻终于再次团聚 他们发誓再也不会分开 以后将永远在一起 我有七个没有血缘的姐姐 他们全都想要嫁给我 一切尘埃落定 我和七位姐姐们也终于如愿以偿 走到了一起 所以说 你的父亲其实是个好人 杀妻妻子这一切都是伪造出来的 而且这些年所遇到的一切 以前是被你父亲提前安排好的 只是为了帮你成长 是这样的 这一切就算是我亲身经历了 也有些难以置信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 没错 相信伯父伯母也能很快归来 刚回来大家都饿了吧 想吃什么 姐姐亲自下厨给你们做 不用 这次给你们准备了惊喜 跟我走 就这样 韩贝塔带着七位姐姐来到了本市最大最高档的餐厅里 众人围坐一团 其乐融融 小贝塔我跟你说 上界可无聊了 每天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你姐我都快闲出花来了 是吗 每天最努力修炼的就是你吧 我可没见你闲下来过 好过分 你居然掀我一步向小贝塔撒娇 哎 灯怎么关了 又出什么变故了吗 大姐你放心 现在的我们可是 今非昔比 再也没有人将我们分开 何方萧小之辈滚出来 姐姐们 我 韩贝塔 喜欢你们 尽管我们有时会因为一些原因不得已分开 但我们仍会相聚 我们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你们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我们也愿意 可是法律不能让我们多人结婚呀 我们这边有六个人没法拿到与小贝塔的结婚证 嘿嘿 这个交给我 我有办法 不久 韩贝塔便在太平洋上买下了一整座岛屿 一个只有他和家人和朋友的完美乌托巴 并在这座美丽的岛上举行了婚礼 大人还真是年轻有倍啊 竟然娶了七个如花貌美的妻子 怎么 你也想多娶几个 哪儿敢呀 嘿嘿 我有你一个就足够了 哼 梁你也不敢 看来老夫有生之年 能抱上玄外孙了 要开始了 您这个婚礼见证人赶快上去啊 呵呵 咱们走吧 喜今日两性联印 一堂地运 良缘永结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仅以白头之运 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门 再鸣渊谱 此重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白 礼成 让我们祝贺这对新婚夫妻吧 有情人终成眷属 韩贝塔和七位姐姐终于成婚 不久后也诞下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多少年了 终于回来了 夫人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们一家人一定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卧曹 早知道就不陪你去了 这一路上可猴死我了 你们三个是谁呀 来我家干嘛 小朋友 你猜猜看我们是谁 猜不对的话就把你吃掉 你个老刀敢吓唬我 别听那个傻大哥瞎说 我们是这座岛主人的父母 小朋友 你们是谁呀 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不是 我是爸爸妈妈的儿子 那能带我去找你们的爸爸妈妈吗 是谁要找我呀 您 您是 儿子 妈妈 您是我的妈妈 没错 儿子 你老子 我把你妈接回来了 妈 乖 乖 儿子 让妈好好看看 长得真帅 不愧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爸 妈 欢迎你们回家 儿子 儿子 感谢观看